文化交流师 文化交流师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 专门委员胡小兰 国库署检任机合蔡淑林 国家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处 专门委员苏爱娟 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管理会 副研究员林婉纯 全序部法规司检任视察黄慧琴 審计部教育农林审计处赖正国处长 行政院主机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立荣 行政院公务工程委员会计划处专门委员刘惠军 今天排定的议程 今天上午排定的 今天是半天的会 排定的议程是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文化内容测进院设置条例草案案 现在进行提案说明 请文化部部长 郑部长说明 发言时间希望控制在五分钟 主席各位委员早安 非常感谢司法法治委员会 教育文化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 来审查文化内容测进院的设置条例 非常感谢并请委员指正草案的内容 文测院的设置条例立法的背景是 我们都认同文化创意产业的源头 是来自于国家文化的底蕴 文化内容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 那么每个国家在地的素材或题材 透过符号文字图像色彩 声音形象与影像等表现形式 不断的创作衍生于累积价值 并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 但是我国文化内容产业 长期处于产制量资金不足 那么通路不足造成人才流失 产业链断裂这些困境 尤其面对数位科技的挑战 以及输出路的失衡 那么导致台湾的原生文化内容的价值 没有办法跟延续跟扩大 那因此我们检讨文创产业推动的模式 我们认为应该要聚焦 振兴文化内容 那么政府来协助 催生产业的生态系 那么提供产业所需要的专业的资源 来全面的扶植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 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 那么过去基于文创法里面 那么有相关条文授权 政府可以成立财团法人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研究院 那么过去文化部也曾经送过设置条例 到立法院审议 那么因为借其未完成立法不续审 那么至今未有专责组织的成立 那我们检讨之后认为原文创院 甚至有研究调查功能 不足以解决产业断裂的问题 那经过掺着国际的趋势 那么均以文化内容产业 作为驱动文化经济成长 产业创新升级重要的动能 那因此我们认为要 落实扶植产业发展的公共任务 那么要以中介组织的专业治理 来作为政府跟民间的一个中介合作的平台 那么因此我们提出的草案 那么希望以行政法人来设立 那因此今天提出文化内容测进院的设置条例 来请大院来审议 那我们同时也配合文创法的这个修法 那么提出第五条第七条 第三十条条文的修正草案 那本条例的立法的目的有三个 第一个是希望以必具原则 来建构产业专业的支持体系 那么我们基于行政法人法 通过之后施行之后 那么对于政府不适合做的 也无法由民间来做的公共任务 那么可以适合用行政法人来成立 那我们也考量文化的治理 常常涉及内容的发展 它需要有一个必具原则 来建构专业支持的体系 那么因此我们认为 用行政法人来设立文策院 是一个合适的做法 那第二是我们都认为 振兴内容是振兴文化产业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 那么在这个法案里面的文化内容 指的就是透过符号文字图像 色彩声音形象与影像等资料或资讯 整合运用之技术产品或服务 那么能够产生创作与累积价值形成的IP 那进一步来驱动跨域合作的一个创新升级 带动周边产业 那第三是文化产业的发展 需要来刑溯国家品牌 以能够增进在国际上的文化识别 那么我们也看到韩国 那么在09年整合相关组织 成立了韩国内容振兴院 那么法国也有CNC 国家电影及动态影像中心等 许多国家都有 类似的专业的中介组织 来作为策进的单位 那么以上是三个立法的目标 那么法案的重点 主要是在行政法人法的一个母法之上 那么来提出来 总共有五章 包括总则 条文 这个名列设立目的组织形态 监督机关业务范围经费来源 那么规章定定的程序 公民参与机制跟咨询会的组成 那么立法的目的 就在第一条来宣示 文策院以行政法人组织形态的方式来设置 那么致力于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及产业化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那在第二部分组织的部分 文策院设董事会 自董事11人到15人 那么董事会的领选 是由行政院院长来聘任之 董事长一人 那么就董事中 临聘的时候 由行政院长来聘任指定 那么院长再由董事长提请 董事会通过聘任 那么第三部分是业务及监督 那么第四部分是会计及财务 第五是负责 那这些部分都依循行政法人法来提出草案 那么检要跟委员报告 文策院的核心业务包括八项 一文化内容开发与应用 二完善文化金融体系 三产业人才开发及创新创业 四产业产制的支持及设施的管理 五国内外市场及通路拓展 六国家品牌国际布局 七著作权的辅导 那么八产业趋势的研究 那么文策院成立之后 将于本部来作为协力的单位 那文化部是站在整体的政策面 那么来推动这个政策的规划 那么并着眼于整个产业的基础性 文化性跟公共性相关事项的推动 那么文策院则聚焦策产业 那么来支持民间的产业 来开拓国内外的市场 那并建立整体国家文化 这个国际发展的策略 以及导入文化科技的应用等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在文策院跨部会的整合 所以我们会邀请经济部科技部等 来共同参与整合资源 那文策院也会跟国议会 那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国家电影中心 台创中心 来这个互相的协力 那么整个来催生 健全文化产业的一个生态系 那我想要跟最后跟大院报告的是 本部会建立对文策院的监督机制 那包含由本部来进行行政监督 我们也会尊重立法院的监督 那么包括由本部合播的补捐助的经费 会名列在本部的年度预算书 那么文策院当年的预算收入来源 超过15%来自政府机关的时候 我们会将文策院年度预算输送大院来审议 那最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强化文策院的公共克责 那么让公众来监督 那么务必一定会遵循相关政府资讯公开法 公开透明 并且纳入社会审议的机制来共同推动 以上报告谢谢委员 好谢谢政部长的说明 机关代表已经报告完毕 现在要进行寻达 因为今天会议只有半天的时间 那么我们因为这个要配合 希望在这个会期能够让他能够完成立法 那所以这个要跟请各位这个见谅 我们发言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我们本会委员院是联席 司法法治还有教育文化委员 发言时间是6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5分钟 均不再延长 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这样处理 那么上午10点截止发言登记 我先跟各位报告 没有啦这个 这个逐条可以过来讨论 拜托一下 没有拜托一下 你每次说笑话我没给你动 好拜托一下 这个跟大家再报告 因为我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是联席 然后教育文化委员会也在开会 也在审法案 所以我的了解是有几位 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 虽然说有登记发言 但是不一定会过来发言 所以请各位党团的助理 跟各位委员的助理 可能要提醒一下 要来发言的委员 就是说 这个登记的这个号次 说不定会很快 就会过去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 不要号次过了 是啦是啦是啦 因为他没来 有可能没来发言嘛 对啦 所以我们就在这看前行嘛 如果这 大家很快说了 我们逐条的时候 我们可以够那么多时间来讨论 好吗 好 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 的洪池庸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我们请政部长 请政部长 好 部长早哦 我想今天要来审这个法案了 这是你一直念字在字 一直从你上任 一直就积极在推动的一个政策跟这个法案哦 那很高兴今天看到法案终于要开始审查哦 那当然 我们文化部想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中介组织哦 其实我首先还是要先肯定啊 因为 部长其实一直对于这个文化内容产业 以及说现在的一个文化治理 这个体制的改革 其实都非常的一个用心 所以我先给你肯定啊 那这样的一个中介组织 就是未来 你们当然是希望说这个未来的资源分配 要请这个组织来进行哦 那你们的理由 当然是说你们要落实这个必具的一个原则哦 那我要想先来问到哦 因为现在其实也有几个中介组织的存在 那这个几个中介组织的一个存在哦 它真的是文化治理上面的一个万灵单吗 部长 中介组织它是整个文化治理的体系的一环 那其实文化治理它最重要概念是说 文化主体是人民 那政府是建构公共支持体系 所以这体系包含中央地方 那么因为文化它涉及内容的创作 所以其实政府在治理的时候 如果有中介组织 它能够以必具原则的概念来协助 作为合作的界面 那比较能够让政府回归公共性 那所以中介组织我认为在各国的文化治理 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那我们过去有国议会 那么它是基于译文讲著条例 做译文的创作的扶植 但是我们过去在文化创意产业 文创法立法之后 其实当时有个条文 希望能够设立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 那但是我是认为说 研究院的测进功能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这次就改以行政法人提出 那它也是类似这样的中介组织 好来 部长因为这个文策院 其实大家觉得说你要做这件事情 我想很多的一个媒体 或是这个文化内容产业 其实都会非常的 我想应该是说非常的兴奋 因为终于有人要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质疑说 这个文策院成立了之后 它到底能够发挥多少的能量 那它到底能够整合政府跟民间 以及政府跟之间多少的能量 那它可以发挥多少的效能 这是大家所担心 因为大家还是会担心说 我们成立这样的组织 会不会它最后只是变成一个养人 以及这个资源分配的一个中心 把你们本来在做的事情把它分配出去 就是这样 来部长你怎么认为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之所以 我们现在认为需要成立中介组织 因为行政法人法的概念就是说 政府不适合做 那民间也不宜做 没有办法做 那由这个 然后它公权力比政府略低 然后由行政法人来成立 就是其实政府 它的角色还是在剥划政策 那么建立这个比较大的知识体系 对产业其实政府更需要在杂根 然后这个公共性基础性去奠基 所以产业策进它需要中介组织就是 它能够邀请专业人士来扮演这个角色 它可以跟民间一起协力 定定策略 所以我想它因为角色不同 所以不会这个说 只是把政府要做的事情来分担掉 那所以也因此也不会说 有委员所担心这些问题 我们会尽可能让它发挥治理的效能 好 当然我们很相信部长 但是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资源 是跟部长之前讲的 我们现在有100亿的钱 然后要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一个组织 当然涨出来之后 就是要有钱跟有人要做事 那钱的部分 这样的钱我们预计 我们这样到底是多久要用 因为之前 99年编的那一笔 根本用不到10亿嘛 那接下来我们这100亿 我们是预计 我们这一笔钱要花多久 我们要来振兴这些产品 跟委员报告 委员所损询的 它是国发基金 它并不是说文策院的预算 它国发基金 从99年开始 它有文创一期 那105年有文创二期 那过去的确 就是说文创二期 它执行大概投资11亿 带动民间40亿 那我自己也检讨觉得说 因为一二期 它的投资模式比较受限 它是以签约的创投单位 一期是管理单位 二期是创投单位 那它是政府比较被动 那它的投资模式也比较设限 那它会受限于 这个签约的创投 它比较认识的文化产业 的领域 所以因此我检讨之后 我提出所谓三期 也就是现在文化内容投资计划 它就聚焦在文化内容 那它的投资模式 是不受限所谓签约的伙伴 那么是广发英雄帖 那包含金控创投 尤其最重要是平台发行制作 因为这会让平台跟内容产制 制作发行整个产业链 一起结合合作 我想这个比较有助于 内容它的产业 它内容产制之后 它进一步传播 发行 在平台露出 它比较有助于这样的 产业生态系的行程 来 部长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我想要确认说 这样我们未来一年的预算 规模大概有多大 报告委员 我们是希望这样 文策院它基本上是 跟政府的政策责任 公共责任来嫁接 所以我们会给它一个基本的预算 它的人是行政费 那么再来是它一些业务费 那其它是它来跟政府的其他的计划来结合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明年度的预算书我们还在变列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形成它的一个预算的组成 我们是有一个轮廓啦 也就是说它的预算组成就是基本的运作费 那么以及八大业务 我刚刚在报告书面所提到的 八大业务的业务费用 但是未来我们重要像国家文化记忆库 或是文化内容科技应用 等等的这些计划 我们希望能够跟文策院来协助执行 所以这个部分的预算 等未来的计划明年这个编列到位之后 我想它的整个预算的结构就会明确化 好 因为还是要有资源才有办法 真的去推动一些事情 那再来就是人的问题 钱跟人就是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 那人的部分其实我们一直说要学韩国 那我们也一直觉得说 自己可以再振兴这个台流 毕竟过去台湾也是这个华人流行文化的一些中心 那现在人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去市场小 那我们可以去养人的这个作品不足 那造成人才的一个断层 那接下来我们文化部跟其他部会 到底要怎么样再去把人抢回来 那加上现在中国的这个31项的对台措施 我们这些新一代的人才到底要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在文策院有特别有这个人才开发跟新创事业组 来协助育才跟这个创新创业 但是我想人才要留在台湾发展有机会 还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产业生态系 让产业链比较完整 让人才有机会 那其实我自己还觉得另外一个政策的缺口就是 国家要有整体的传播政策 尤其在数位时代其实文化传播政策相当重要 也就是有产次还有通路 那我想文化传播政策进来我跟NCC 也在这个持续积极的在讨论研议中 我想整体让人才在国内有机会 那么委员关心到文策院的人才 就因为他是行政法人 他可以结合专业治理的人才 不过我想我们所有的董事会的组成 这个组织的治理都会依循行政法人法 相关的规范来推动 好来部长最后 我想监督啊 刚刚您最后有提到这件事情 不管是行政或是立法跟公众监督 你们都把考量进去 但是其实过去的经验 其实是要监督 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就像以前的两厅院 其实他们董事会只想要政府的补助 但是也不想要被政府管 那更何况是立法院的监督 所以你们在29条的地方 有规定说 如果政府合拨的一个经费 超过当年度预算收入来源的50%的时候 他这个预算数就要送到立法院 来做一个审议 那这个合拨是指直接补助的预算 还是包含委办费 其实委办费基本上都是要遵循采购法 那这边所指涉的是说 政府我们要捐助给行政法人 或者说我们要补助给行政法人 我们一定会在文化部的公务预算里面名列 就像目前我们要捐助给国议会 我们都会在预算书名列 那文策院整体预算书 我想他的第一阶段 他的政府对他合拨的预算 一定是大于50% 所以他的预算书也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所以我们都会遵循立法机关的原则来进行 好当然我们希望说 未来他做事当然立法院可以监督得到 但是因为委办费的部分 其实很多单位其实都拿很多 政府的一个委办的一个计划 那但这个部分如果不涵盖 刚刚在合拨里面 或许未来他再少于50% 是报告委员 因为委办费他是要循采购法 所以是委办费是在文化部的预算 他就不会是在文策院 那我们是采购法我们就不能够 就要遵循采购法的办理 看是哪一种招标方式 所以我想这个不会立法院监督不到 我们所有的预算执行都在预算书跟决算 然后平常受立法院监督 再继续讨论 谢谢委员的吹询 谢谢 谢谢洪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 你说那个无线麦克风是 来我们准备一下无线麦克风 谢谢主席 有请曾部长 请曾部长 我们这个各位第二次上台就不用行李了 谢谢 委员好 委员好 部长好 您之前对媒体表示啊 你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台流打造出来 你这样的政策方向我百分之一百支持 我百分之一百支持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啊 当今天看到文化部 把文策院这样子的草案提出来的时候 我有一些事情我想要提醒部长能够注意 您刚刚在回答慈庸的时候讲 行政法人他在组织上面的特性跟定位 跟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上我们都了解 但是我要告诉部长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部长的是 部长您看我们现在在行政法人法过了以后 陆陆续续啊 有好一些行政法人出来 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文化内容测进院 有可能占掉我们最后一个行政法人的缺 这件事情行政院支不支持 报告委员 我们的法案是由院会送请立法院的 所以行政院会大力支持 不会其他部会要争取说 我也要行政法人 他也要行政法人 因为现在一堆部会喔 大家都抢着要设行政法人喔 您的这一个文化内容测进院 行政院支不支持 是不是大力支持 报告委员 这个五个行政法人这件事情 是当时行政法人立法时候 立法院附带决议 那当时他是说三年内 先以五个 所以你们现在要打破 可能要超过一个五个 报告委员 这个不是文化不全责 这是人事总处有一个 这个我了解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您的这个政策方向 行政院是不是大力支持 不会考虑到其他部会的需求 就把你排到后面 我想行政院是支持 所以送请立法院审议 您看一下国家训练中心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国训中心 他也是行政法人 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基本上从国家这边拿了 非常多的预算 非常多的补助 然后把这些钱去分配 给各个协会 在理念上 跟你要成立这一个文策院 我们一开始为了要鼓励我们的运动 推展我们的运动 用这样子的组织形态去推进 都非常的像 但是实际上面最后实践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实践的结果是 钱没有用在大家口上 闭案一堆 我们现在在推动整个体育改革的过程当中 我想过去 这段时间 不管是体育署 还是国训中心 出现的风风雨雨 文化部包括政部长 您应该都有看到相关的新闻 那你的这个政策方向 我们愿意全力支持 但是我要拜托部长 在具体实践的时候 选对人把钱用在刀口上 不要让他成为另外一个藏污纳垢 弊端的根源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否则 我们现在要推动 有关于内容的产业这件事情 真的会辜负全体国人 还有我们所有资源的补助 对这件事情用的苦 用的苦心 我现在并不是说 你要推的这个东西 未来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前居之间 一旦走上那个道路的话 真的会让很多 愿意支持您政策方向的年轻人 觉得非常的伤心 具体的来讲 您说 你要把台湾的故事 说给全世界听 这个我也非常的赞成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 部长您看过没有 还没有看 还没有看过 因为我很想找时间看 但是时间有限 我强烈的建议 部长回去看 这个片 我看过 他把整个韩国 他们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故事 转型正义的历程 结果他限制的市场只有韩国吗 其实没有 他已经行销到全世界了 连在台湾这个片 都非常非常的卖座 那台湾事实上 从过去的威权体制 转型到现在的民主政府 其实这中间有非常多动人的故事 在人类的文明上面 事实上我们只要真的用心去做 就可以做得很好 台湾有非常多元在地精彩的故事 所以部长您在整个政策方向上面 是不是会以更丰富本土的意涵 把台湾的故事 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精神 行销到全世界上 报告委员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其实我们已经有计划先行 我们现在今年的文化内容科技应用计划 有支持许多新兴题材故事的开发 那么当中就有关台湾白色恐怖 相关的年轻人 已经有这样的主创团队已经成行 有一个动画片幸福路上部长看过吗 看过 对很感动 非常感动 那我要另外提醒部长一件事 因为幸福路上的那个导演 他们从一开始有这个构想 非常辛苦 到筹资 到最后得奖 这一路走来 闭路蓝绿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希望我们的文化部 不要犯像过去在抵御比赛以后 相同的错误 什么叫相同的错误 就是选手在奋斗的过程当中 没有提供实质有效的帮忙 还在扯后腿 等到得了奖牌了以后 大家才一堆人跑上去要刷唇再改 要沾光 对我们的文化作品也是一样 因为幸福路上这个片 刚开始在推的时候 推得很辛苦 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 大家用脸书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就是希望帮他promote 祈祷戏愿不要有一天提早 要他下片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但是政府的行动 我老师跟部长报告 稍微晚了一点 等到东京漫画动画大赏 他得了奖了以后 文化部这边才有比较积极的声音出来 如果能够更先席的 对于这样子有意义的片子 提供协助的话 我相信啊 对于很多人 愿意投入这件事情 甚至留在台湾 进行这件事情 其实会更有帮助 更能够展现政府支持的决心 所以我们就希望有中介组织 他能够比较深度的在产制的过程来支持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一开始就表明我的立场 我非常支持你做这个事 但是我现在担心的事情是说 你的政策方向正确 但问题是在实际执行面上面的时候 下面的人如果乱搞 你没有找到正确的人来搞 真的会伤大家的心啊 是不是我一点点时间 跟委员报告这个问题啊 我想 第一个就是说 法的本身的规划是很重要 所以请立法院执政 第二是说其实 不是只有一个组织 他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 其实我这将近两年来 我大概架构整个完整的政策 所以文策院是在政策架构底下来执行任务 所以他不会是说单靠他组织里面的人 他就能够治理 所以包含这个国家的投资计划 包含怎么建立文化金融体系引入民间的资金 那么包含我们文化科技的应用 国家有文化科技政策纲领 那么跨部会推动 那他担任什么角色要来釐清 所以我想是整体的架构底下 他来推动任务 第三就是说我会来负责筹备工作 那目前我已经将他的工作业务分组 他要做的事情 他的功能都设定好 我想这样清楚的一个全责的釐清 可以有助他落实他的角色 那当然人很重要 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跟部长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说 这种组织法 其实大概所有的组织法 从行政机关的到行政法人的大同小异 我们会有董事长 会有董事 找谁当董事长 找谁当董事 我必须直接跟部长报告 就决定了这个机关 他到底是实现你要的目的 还是变成另外一个藏物纳购的东西 部长你可以跟大家承诺 未来这个我们让你过了以后 专业治理 专业治理 对 绝对不会变成政治酬优 所以我们第一个立法目的就是专业治理 绝对不会变成政治酬优 绝对不会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时间的关系 您之前说 中正纪念堂转型的法案 今年可以提出来 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其实我从去年就陆续在办院警工作坊 那么我们办完第一阶段 在台北市第二阶段 我们到中南部其他地方办理之后 我下半年我就会 这个办理完 办理完我就会提出转型的草案 所以今年下半年我们可以看到 期待看到 部长把这个草案给提出来 年底前我会提出来 OK 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好 谢谢黄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苏晓慧委员 苏晓慧委员 苏晓慧委员 苏晓慧委员不在 不是 他换了 啊 换了 哦 不好意思 好 我们接下来请柯智恩委员 抱歉 主席才慢了一步啊 没关系 白虎还是上台了 不好意思 好 谢谢主席 我们是不是请部长 请政部长 好 哎 部长好 很难得在司法法治这个场域看到你啊 好 我想呢 今天我们来谈论这个文策院啊 我想有办法让我们的影视文化 各方面的创意产业 因此得到很蓬勃的发展 我想这个立场上每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要只针对几个问题来救教于部长啊 那我想要成立这样的文策院啊 你有做过更精确的一些评估吗 有些有效性的一个评估吗 可行性的一些评估吗 有 我们其实是经过一年多的这个研议 在行政院也审查相当的时间 因为就我们的理解来说 像文化部也是做的非常多的努力 然后呢 我们也同意 这个部分呢 你用行政法人的方法 它其实比财团法人更具有很多的弹性 特别是在用人 或是在这个所谓的经费的使用上面 是更有一个弹性 可是它相对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我要问的就是说 以目前文化部目前所做的这些事情 文化部自己所主管的业务里面 没有办法自行来做吸收 一定要额外再去成立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行政法人的一个机构吗 是 因为其实内容产业它需要内容的产制 那在产制的过程的支持 那么以及国家文化输出的时候 国家文化品牌的策略 这都涉及内容 那因为内容的话 其实对政府而言 我们是必须要尊重专业的治理 那政府应该是做政策的架构跟支持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它应该要有中介组织 来进行 但是它一方面在协助民间的内容的发展 进行专业治理 所以你认为 另外一方面它跟政策接轨 好 那个部长 因为你有 你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就是用我的问题来 那这个部分里面 你打算花预算多少钱 因为你刚刚说 虽然需要有个更专业的团体 可是现在提到专业 其实大家都很害怕 因为你的弹性更大 所以你和用人的部分呢 其实说穿了 用人的部分呢 被监督的层面就会少很多 其实大家会很担心 当然我相信你部长的睿智 不可能会找到像吴英灵这种人了 但是就是因为你的弹性度够大 用人度够大 所以呢这个专业怎么样来做定义 其实大家会特别去看 以至于很怕把弹性变成一种韧性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会觉得 需要在这个地方做出更多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部分 你这个部分的设置条例第三条当中 其实我看的这第三条 因为它是属于你的业务的一个范围里面 它的写法让我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呢我们这边部分里面是谈到有关文化内容 文化内容对我的感觉上来说的话呢 比如一个酱油 它本来是一个产品 你可以透过一个故事的一个包装 让它具有一个所谓的内涵 具有个内容 让大家会更感动 可是呢你所提到这些业务内容当中呢 统计啊调查啊 还有一些什么加值应用啊 其实它的写法其实某种程度是还是蛮科版 然后跟一般组织的写法是差不多的 反而在这个所谓的文化内容的层次上面 我完全看不到 报告委员我想我们 这个文化内容我们有相关的说明啊 它指的就是以文字声音图像 没有我像是说你第三条啊 部长第三条啊大家是比较想看到你的内容里面 你看你第三条的写法内容统计人才培育 这些不是写的就跟一般文化部 或者组织条例差不多吗 你的文化内容是这么有文清式的这个东西 完全在这一条里面完全看不出来 没有这个委员这个一点都不文清啊 它讲的是一个 就是因为不够文清嘛 产业侧净的一个基本的工作 但是我想我在这个书面报告有把这七项的实质的内容 有八大业务啊 但是你必须要反映在你的条例当中去啊 那我想它的这个条例事实上是它的一个上位概念啊 它的一个类别跟上位概念 那具体工作我们补充在书面报告 因为它是法律啊 所以它没有办法是用一个未来的个别的计划 因为你这样的写法里面 让人家觉得你的文策院就是在做这些 因为它是属于第三条在做这些事情 反而你忽略到我们觉得最常强调的一个文化内容的一个意涵 我觉得这是我要表达的是在这个地方 而且你在产业的部分里面呢 其实呢授权场域管理这等等之类的 会让他觉得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华山或一个空总上面的这样的部分 当然我是说条文上面你的写法 让我感受不出一个文化内容的内涵度 是不是我跟委员简单做一点补充啊 我的时间有限我先把问题问完 如果部长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让你来回应一下 特别是我们想文策 为什么有文策院其实上也是要 某种程度仿效韩国的振兴院呢 我要提醒部长啊 其实韩国的文化逆差非常的大 是台湾的40.8倍 虽然我们看到寒流不断在世界各国去发酵 但是你要知道 根据我们这样的统计数字里面 寒流的里面它的逆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比台湾还要更大 这一点我们可能 下次就说要来仿照韩国 这一点的数据上面可能不太多提到的 所以说仿照韩国 类似的概念嘛 券新院的概念 我们是参考政策推动经验 但是每一个国家文化产业都立足于在地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我们看到不是只有韩国 包括韩国、日本、包括法国、英国 一些文化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 所以我们还是要问 文化治理的体系比较完整 你看部长 我们今天对话马上时间又到了 这时间好像比我们教文还要快很多 真的是 好 是计时期的问题吗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还是强调一个点 就是说目前为止 我们很希望振兴我们的这些产业 可是文化部努力的两年多来 其实你会发现哈索整个的产值的提升上面 其实它还是有非常大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努力空军 从很多的数据 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些数据来说 你看它在目前包括它的广告 包括它的重播率 我想部长你有机会去转那个台的话 那个重播率 整个台湾的自治率 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微薄到这个部分 所以今天为什么对这个文策院 大家为什么会有方向 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做法到底这么多来 我们又花额外的钱 在跳脱文化部的 就是政府政策 其实单主委 NCC单主委 他上任之后才有自治率 过去都没有定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肯定 NCC单主委 没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说 就实质的层面来去看 整个台湾的制播 还有我们整个 展现出来的文化上面 给大家的一个部分 花了一些钱 所以才要更积极来测进 积极要做 但是有没有达到一个大要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还需要文策院的成立 但是文策院跟过去的 我们等一下在教文里面 常常的文创法里面 文创法里面 它条例的非常的多 任何的委员 只要觉得这个都可以 现在已经有条例的 文创法里面 有条例的15 我都预估可以15 加N加N的平方 什么之类 每个人只要想到一个 就把它放进去 这就是在夏木凡 立法委员最想做的事情 所以呢 到底文化内容跟文化产业 还有产业跟创意 到底谁比较重 我还是再次的强调 我们的资源很有限 部长你也很认真 但是呢 到底有没有把这些钱 放在这个刀口上 过去两年来 实时很显示出 我们的产业的文化 特别在产业的 这个所谓的数值绩效上 是没有看到太多的 是不是委员给我一点时间 给委员回应 的确我知道委员一直非常 关心跟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那么过去两年 我在做是一个政策转型 因为我认为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 它必须要进行 整体政策的转型 不是只是在个别的计划 辅导金加码而已 所以包含这个 投融资奖补助双轨 文化金融体系建立 那么包含现在 部长你现在做铺路打底的工作 但是你预估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做过来 那我认为这个结构性转型 我把轨道铺好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成效 火车才能够往前走 所以过去就是长期忽略 结构性的政策的架构跟转型 所以我们民间其实单打独斗 我了解部长 我还是要去 最后五秒钟让我讲一下好不好 部长五秒钟让我讲一下 我们两个都在抢话 真的是 我知道你的铺轨你的铺路 但是呢大家想说 你的铺轨铺路如果铺够了 铺了还没有到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的产业 全部跑光了 其实这一两年的热度 非常多的地方 有更多的资金来做人才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两年热度是有上升 我想进来 委员可以看到台流的风格 它逐渐成型 那么我们在最近 那我的认知跟部长的同一层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所看到的 还是整个的人才的外流 非常的严重 还有在目前为止 随便展开的部分 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果 我们正在进行结构 所以我才是强调 做文策院这个部分 没有人有意见 只是它的方向 还有我们可以着力 还有我们在整个经费的分配上面 它是否真的就可以 符合部长的理想的方向 如果我们还在铺轨 还在做这样的部分 其实大家会很焦虑的觉得 它的时间上 其实是迫在眉睫 当然很急迫 所以如果我有更多时间 跟委员说明 我想委员会放心 我们的确委员所提醒的问题 我想我的放心 我想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业界更加的放心 好部长 谢谢委员 好 谢谢柯委员 好 我们接下来请黄国书委员 黄国书委员 黄国书委员 黄国书委员不在 吴思瑶委员 吴思瑶委员 主席 政部长还有与会各列席官员 是不是请政部长 请政部长 你好 部长你好 我请教 因为 我想中国对台31项措施 那 有人把它看成是统战 有人认为 这些部分文化措施 这个是对台湾的步步禁逼 那请问你对我国文化政策推动上 中国的措施有哪些负面影响 报告委员 行政院整体院长已经有一个大方向的指示 就是对台31项名为会台实则立中 那中国想要吸引台湾的人才 但是在文化方面 看似对人才或数量做放宽 具体项目还不知道 有这个项目具体内容还不清楚 但是事实上又在加深内容的审批 跟个人言论自由的审查 所以对于台湾的艺文创作者 在中国 其实感受的压力是更强的 那你认为八大强台策略中的这个 加强发展影视产业 到底能够制标还是资本 这是资本 就是我们最重要还是要 自己的内容产业要振兴 让人才在台湾有机会 而且其实也把台湾的故事 这个把它制作出来 那么说给台湾人听 说给世界听 我想这是每个国家的文化产业 发展的一个 那个 一个pattern 一个模式 部长 我们也不是因应哪一国 我们是每个国家都会 要发展它自己的文化产业 要成立文化内容测进院 文测院 并推动奖补助 然后投融资 那这个双轨制 那改善过去浮导金政策不足之处 那壮大台流 是我们的文化内容产业的目标 那请问 要壮大之前 你认为台湾有成为潮流市场或 集散地的条件吗 你认为 台湾是亚洲最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 我们有丰沛的人才 那么这个相当 具有爆发力的创意 那我们有很多在地的题材 故事还没有好好的被诉说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相当的潜力跟实力 我们近来也看到我们的作品 在国际上受到肯定 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那但是更重要是政府的政策要到位 那我请问你 那个政部长 强台策略有哪些条件 你认为足以抵挡中国的银弹公事 你认为 我想我们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不是为了某一国 是为了自己 我知道 那所以我们的奖补助就包含 辅导金加上前瞻四年的特别预算 那么以及国发基金100亿到位 这个只是点火 其实我近来花更多的时间 要建构的是民间整体文化金融体系 让民间投融資可以进场 然后让我们有更多产制的机会 产制量提升 那好作品就更多 我请教你 来那个政部长 因为媒体报导说 国内 綜藝节目的主持人董志成啊 揮别主持12年的 綜藝大集合组织工作 那今年啊登陆掏金 董先生 他不是年轻人喔 而且也不是因为他在台湾没有市场 纯粹就是市场需求取向 选择大陆市场 那请问短期内要创造台流 你认为以复制寒流的这种模式就够了吗 我们不是复制寒流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 可以复制另外一个国家 因为内容风格都是自己的 我们是参考文化治理的经验 也就是整个组织跟制度的设计喔 那我们不只看韩国 我们也看英国看法国看日本 那我请教你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像韩国09年成立政兴院 其实近来他们在新南方计划 强化文化的输出也成立文化 东协文化院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各国 他会透过文化组织的治理 去跟民间的文化力相辅相成 这是一个政策参考 我请教你 今天就算有信心 这个台流上轨道 你认为以台湾市场所创造的价值 能够留住人才 留住这些人吗 其实每个国家的文化产业 都是由内而外 他在国内是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那么进而他 一个国家的风格成型之后 他会受到国际瞩目 他也要走到国际上 所以我们还是要由内而外的 来整个进行布局 那我想我们文策院未来 也会强化在国际输出的部分 用国家队的概念来行锁国家文化品牌 部长 因为影视事业工作 台湾并不是没有人才 台湾也曾经有创造出潮流的时刻 但是要怎么样去维持 要如何创新和进步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课题 那请问中日韩港台五地的影视事业 这些影视的事业 发展现况是不是有这个明智的排行 我想这个我们再把书面资料给委员 但是我是认为无论如何文化产业 我们还是要立足在地 那么给自己的 我了解 但是我们在缓制 发展自己的文化品牌 我想产值是一回事 但是这个内容跟风格 所以我们这次提出来文化内容 测经院就是希望聚焦内容的支持 政部长 因为我们缓制中国挖角之前 是不是也要审视目前寒流青台的严重影响 毕竟韩剧综合在台湾收视还是高一路去 我原讲的也没有错 就是其实台湾过去长期输出路失衡 所以其实在去年NCC就订定了自治率 也开始上路 那其实在詹主委上任前 我就跟他密切在讨论 所以我也很高兴看到NCC自治率的上路 那这个过程我们也参与协力 那未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产制界 有更多的支持 可以来透过因为自治率 那么也提供更优质的内容 我想这部分就文化部 跟NCC来协力 商场上的竞争存在 你认为 文策院就是跟政府 还有民间一起做中介组织来协力 并且跨部会的整合 那么文化科技的应用 我想它扮演一个枢纽的角色 我们的整个组织图像完整 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才能发挥效能 那个部长 商业转型成不成功 重点在于 有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 简单来说就是 利润有没有增加 那请问影视传业要怎么样 来提升这个小小市场中的 价值创造和利润 内容还是相当重要 那其实在目前跨域的发展 如何强化IP效益 然后跨域一起来衍生价值 扩大它的效益 其实这个模式在近来 我们也看到它已经成型了 所以我们在最近推动文化内容 投资专案计划里面 我们也看到民间提出来的 创业计划或产制计划 也有这样的趋势 那有自己的故事跟风格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 已经成型了 因为以国家 以国家 国家队的这种概念 来整合政府及民间资源 加速原生文化内容 以及科技应用 这个跨域振兴内容产业 来健全产业生态系 那请问 什么是原生文化的内容 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创作者 他能够台湾在地的题材 或是文化的元素 或是在台湾原创 我想最广义的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的原创 其实也不只是台湾人 我们其实也有许多跨国的人才 来台湾合作 像赵德映导演 当然大家熟悉的蔡明亮导演等等 其他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 我们也不断移入的 新的文化的能量 这都是丰富台湾的这个创作能量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支持 在地原创的这股能量 能够有更成熟的作品 那原生文化内容要如何来接轨市场的需求 我们利用前瞻基础建设 已经提出国家文化技艺库的计划 它会结合在地知识学文史工作 以及国家级的文物 那么来建立开放跟授权的制度 让更多的史料跟文化Data 可以被释出使用 那么例如像最近有漫画 北城百画帖 它就是运用史料 将这个过去的旧的台北城 轰炸前的台北城的这个建筑3D建模之后 它来运用它的图像 这些都是文化Data被运用授权 它所产生出来的创造的价值 所以我想未来我们会在文策院 来把国家文化技艺库的营运 然后透过文策院来提醒 最后一提 我再请教 因为大陆对台31项措施 对台湾的影视产业释出三项利多 要吸引台湾文化业人才到中国 那行政院指疑中国对影视内容 存有这个严格的这个审批制度 是针对个人言论以及思想的审查 以及进行商业合作 存在相当大的这个风险 那请问有哪些实质风险 你认为台湾文化 文化产业人才这么容易被统战洗脑吗 不是当然我们对台湾的自由民主有信心 但是我们看到是说 他作品拍完了 然后因为政治思想审查 被下架或者是没有办法上映 或是说没有办法上书架 再上书店上市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商业投资的风险 那么也会对创意工作者造成压抑 那么自我设限 所以我想我们身为政府 还是要提醒这些产业商业合作的风险存在 我们如果说不就是害怕国人对台湾 只有墜落的国家认同吗 我们其实近来新闻都看到并不是这一次 这个存在许多商业的风险 最后也有可能写本无归 所以这个风险它是存在的 我们也不都不去面对 我想任何你去做去投资 风险它要自負 我想政府也不必太担心 那难道委员认为 中国这样的打压 商业合作没有风险吗 我想你文测也要是不一定 當然有提出一些想法 也不是說全然說我們否定你 但是我認為說你要以長遠的去看 是長遠 應該是長遠側近 謝謝林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蘇巧惠委員 蘇巧惠委員 蘇巧惠委員不在 鍾嘉賓委員 鍾嘉賓委員 鍾嘉賓委員不在 我們接下來請高金素媒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政部長 委員好 早 今天要審查文創月的草案 同時教育文會 我們也在審查文創條例的修正案 對於文化部把文創作為一個產業的政策 或者在推動到底文創有什麼文化 創造了什麼 我想在文化界大家都在議論紛紛 特別是今天要審查的文創月的設置條例 我們再度看到所謂的國家隊這個名詞 然後部長您說 未來就用文創月要來打國家隊 並且要讓民間的資金一起來 協助國際通路等等 建立台流的文化品牌 我很納悶 什麼是台流 我相信 現場的很多人 或者是文化界的朋友 沒有人搞得清楚什麼叫做台流 本席今天就舉一個例子來說 請部長看一下下面幾張簡報 第一個 這是商品的陳設 第二 舊建築的空間在利用 第三 百年自查的機器 有兩張 再來 建築空間跟工法的展示 第四 舊機車 還有茶磚的擺設 第六個 這是哪裡 這是大溪老茶廠 老茶廠 我們大家看好像很棒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去過大溪老茶廠 大家都認為 讚 很不錯 空間設計的很好 等等規劃的也不錯 而且呢 這個舊建築的再利用 還剛剛獲得了2015年 遠東建築獎 其中的舊屋改造的首獎 部長 您剛剛看的圖片 大溪老茶廠的各項條件 有符合文創的要件嗎 這個報告委員 我們可以從文化保存的角度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文化空間的角度 活化再利用 但是我們也覺得它可以跟產業來銜接 跟文化產業來銜接 當然裡面也有設計建築的結合 其實文化它就是一個整體 尤其在生活裡 那麼它有歷史的累積 文化價值 藝術價值 乃至科學價值等等整體 但是它也必須在當代社會再生 跟我們的生活跟產業連結 所以它的確很難一刀切 就是說它屬於什麼法 屬於什麼法 非常好 但是最好是我們相關的法 都能夠共同一起來 架構比較完整的政策 部長您知道嗎 您剛剛講了這麼的多 我其中聽到了一句 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談論的 它有歷史的 部長你知道 大西老茶廠的歷史嗎 為什麼會有這個茶廠 您知道嗎 而這個茶廠跟泰雅族 是息息相關的 您知道嗎 好 您不知道 因為我們所謂的文創 它只是片面的擷取了 你們想要的歷史和內容來呈現 並非真正的要真實的陳述歷史 您剛剛談到的歷史我很好 原來部長你也有這個概念 可是呢我們來看剛剛的大茶 這個大包西茶廠 你知道這段歷史嗎 不知道我跟大家上一個簡單的課 1899年 山景和民會社 它規劃在海山還有大西來開拓茶園 海山是哪裡呢 海山就是現在的三峽 部長您知道山景吧 是 好 那部長你知道山景 為什麼要選擇海山還有大西這個地方嗎 請委員指教 好 因為這個地方擁有了豐富的張腦資源 張老師做什麼用的呢 張老師無煙火藥 所以在1900年的時候 總督府開放了張腦業者 進入了三地開採資源 第一個來到的地方就是哪裡 海山 也就是現在的三峽 也就是三峽 泰雅族大報社的傳統領域 日本殖民政府先取得了張腦資源之後 作為侵略的武器 然後開始仲查 賺取貨幣 作為戰爭的工具 從1900年到1907年為止 市居新北市三峽三區的 泰雅族的大報社的族人 跟日本的軍隊 前後歷經了七次的戰役 長年的戰事導致射中 有上千人 一直銳減到僅剩下三百人 日本方面呢 他也動用了非常龐大的軍力 還有物資 才在這幾年當中 克服了大報社 並且在三峽的外插角地區 去設立了中魂碑 看一下這個 這個中魂碑從1907年到現在 還在我們的這個地方 部長 我剛剛講述的這一段 才是大溪老茶場真正的歷史 這張圖我們再看一下 這張圖就是總督府他在1906年 讓渡大報社土地給三井的證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張老趙林為官有地 無償給這個三井 然後呢 1908年總督府核准了三井的肯執 大報社土地 一共多少的土地面積 5800甲 5800甲什麼概念 58平方公里 台北市270平方公里 所以58平方公里等於五分之一的台北市 1923年三井在現在的三峽大阪跟森林遊樂區 蓋了全亞洲最大的製茶場 叫做大報茶場 看到了沒有這邊還是一個報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買到大報紅茶 一盒500塊 泰雅族大報式的歷史被淹沒了 我們可以藉由調查還原真相 可是沒有歷史的文創商品 大報紅茶 卻用非常非常廉價的500塊 出賣了這段歷史 1926年 大溪老茶場蓋好了 台灣農林公司直接接收了日本殖民政府留下的不易財產 現在繼續再用文創的軀殼賣起了茶葉 很漂亮的包裝 部長 這個就是台灣文創的真相跟亂象 文化創業只剩下了創意還有設計 你們的文化創意產業對原住民來說成了文化創商產業 片段的截取歷史 失去了歷史的根源就沒有文化部長 所以台灣的文化永遠只有小確幸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你們只截取你們要的 業者也只截取他們要的 所以今年來台灣的文創產業的複合產業 節節的下滑 看一下 這是四年 銳減了6.08% 我們看一下韓國升上了13.4% 你剛剛一直講的英國升上了7.71% 好 部長你說 最期待文化內容策進院設計的草案 希望成立類似韓國的振興院 它是以文字、聲音、影像、圖像為要素的內容產業 包括你要出版什麼? ACG 就是影視音等產業 AR、VR 這樣子的虛擰實境 等等的新媒體的運用要一起來振興 本席來自於影視音 這三個我都待過 本席知道文化部你是想要用影視音等等這樣的產業 要快速的拉高文創的產業的產值 可是本席在這裡要請你反思一下 為什麼韓劇不管是歷史劇、偶像劇都可以輸出 在台灣更是蜂巢 我想因為這些劇情、場景、服裝 他們都是有考究的 反觀我們國內的方式 我想部長您可以三思一下 我還沒講完 你可以等一下繼續 我會留時間 因為韓國他們是非常考慮 非常尊重歷史的 所以他能夠吸引不同族群的人 用不同的角度來觀看 我們反觀台灣的文創 它是單一的、貧乏的、小確信的 因為製作的人或者是政府 我們漠視歷史必須呈現出來的完整性 所以我們的文化是沒有靈魂的 所以我們的文化產業 僅剩下非常廉價、庸俗的消費行為 我想真正要扎根文化、歷史所呈現的文化 不是沒有 這些文創團體不是沒有 但是一直都沒有 沒有得到政府或者是文化部的期待 報告委員 委員所提出來像茶產業的文創型態 這些問題 其實背後因為缺乏故事 那當然故事的立即就是歷史 那因為像委員所指出來這段原住民的歷史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不知道 所以當我們在理解台灣的茶產業的歷程 的時候其實不知道這段歷史 為什麼不知道 我想過去其實我們大家對自己的歷史 或是這塊土地的過去多元的記憶 尤其是多元的記憶 那你的責任應該是什麼 那包含原住民 包含原住民的歷史 包含甚至史前往 其實我們都不夠了解 台灣不是只有白色恐怖 台灣不是只有228 沒有錯 台灣的歷史轉型爭議並沒有放入原住民 這是一大錯誤 所以部長我們期許你 內容產業 我們期許你能夠扮演好這個角色 你剛剛講對了 大台灣的社會大眾 你可以聽我講完嗎部長 你剛剛講對了 台灣的社會大眾 根本不知道原住民的歷史 為什麼 從以前我們的教育科綱沒有 從以前我們的文化產業沒有 所以現在我們正期許 最有文化內涵最懂歷史也最尊重歷史的部長您 趕快來做 這個文化院的確是很重要 所以文化院就是要支持說故事 很重要 但是我們在裡面並沒有看到 你有任何一個條例是說還原歷史真相 我想我們很重要 所謂內容 內容產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新的報告 或者是各國的文化 它核心就是說故事 它用文字聲音影像圖像影像各種方式 那所以我們政府是支持體系 是支持民間他來述說故事 那其實我們未來有國家文化記憶庫 部長您都不知道這段歷史了 你如何能夠放心上民間的業者去陳述這段歷史 所以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 還有部長應該扮演的角色 請你能夠頒負其責任好不好 政府的角色就是我們協助建立國家文化記憶庫 國家文化記憶庫就能連結民間許多記憶 謝謝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李俊英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馬上請文化部政部長 請政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所謂的這個 文化策進院的設置條例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設置這個文創院 文策院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中介組織 然後提升這個文化產業的內容 最重要的是建立台灣的文化品牌 這概念我們都贊成 那我們來看看幾個問題 來我們往下 我先請教一下部長 我們現在所謂的文策院 他未來會是一個行政法人還是一個財政法人 行政法人 他是一個行政法人 那這裡有一個問題我先請教一下 就是說如果他是一個行政法人的話 可是根據文創法的第七條規定 文創法第七條規定 政府因捐助設立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 所以原來文創法的規定 第七條是設立文創院而不是文策院 那現在變成這個行政法人 那請問這個文創法現在 我的瞭解是今天正在教委委會審查 教委會審查 我們有送出第七條修正條文 如果從程序上來講 那個法文創法的修正還沒有通過 這個設置條例應該還不能審 如果從法的程序來講 如果文創法第七條 他是他的母法 文創法第一條都還沒有修正通過 你為什麼這裡在審查 所以我是提醒部長 我沒有反對這樣 因為立法院的排案 有時候會出現這個問題 但是在法律上 在程序上這個要非常非常小心 就是說文創法還沒有通過的時候 你就審查實質條例 那萬一等一下我們主席動作比較快 那我們這邊先審完 我啊 他的母法依據在哪裡 會有這樣的情形 這個是提醒部長 來 好 那既然是行政法人的話 我們行政法人也有行政法人的規定 行政法人也有行政法人規定 行政法人最主要的概念是什麼 部長要不要稍微說明一下 行政法人就是他不適合政府機關推動 那民間也無法做的 那麼他公權力比行政機關略低 但是他又可以承擔一定公共政策的責任 以公法人來成立 其實從行政法人法的第二條就規定得很清楚 具有專業需求必須強化成本效益或經營績效者 然後不適合由政府推動的 也不宜交由民間直接來主辦者 或是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的 那從文策院的概念跟角色來看 他確實是一個可以做行政法人的部分 但是行政法人會有行政法人的問題 行政法人最重要的兩個問題 我今天要救教育部長 第一個是他的經備的問題 第二個是他的監督的問題 來等一下回到剛才那一張 這其實各國都有類似的組織 包括韓國剛才討論很多的 包括法國其實都有這樣相關的類似的組織 這個我們也都同意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但是如果既然確定所謂未來文策院是一個行政法人的話 他就必須涉及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預算 第二個是他的經費 預算跟經費來源 第二個是他的監督 我先請教部長 你們未來所謂文策院的經費來自哪裡 文化部我們會編列基本運作跟相關業務費 基本運作的來源是來自哪裡 基本運作來自機關 我們文化部行政機關 應該是文創法第九條說 國家發展基金可以一定要編列一部分的預算來這裡 目前是沒有國家 目前沒有計畫國家發展基金 但是我報告委員 我們在文化基本法 我們正在爭取設立文化發展基金 對 文創法其實第九條就有規定 國家發展基金一定要撥一定的比例投資文化創業 我們正在文基法爭取 文創法本來就有規定 文創法本來就有規定 那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如果一個行政法人他的經費來源有三種 一種是政府捐助 一種是國內外捐助 第三個是營運收入 我現在請教 未來在部長的心目中 或是在部長的構想當中 我們這樣的配比大概是怎麼樣 多少由政府捐助 多少由國內外捐贈 多少由營運收入 報告委我們目前是這樣 編列基本運作跟業務費 那麼我們希望給他一個基本的這個 我們希望給他一個基本的額度 讓他動起來 動起來 然後他會有一些收益 那但是呢 像委員提到的投資基金等等 我們另有國發基金 那我們國發基金的這個執行 有一些部分 像專業評估跟投偶管理 我們會請文策院來做 所以他先跟我們的國發基金協力 但是更重要引入民間的資金 未來如果有基金設立 我大概知道你的概念 但是我要提醒部長就是說 既然他的來源有政府捐助 國內外捐贈跟營運收入 營運收入的部分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動得起來動不起來 那這個又不同於兩廳院 兩廳院的營運收入其實很直接 很明瞭 但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營運收入到底是什麼 這個未來的配比 還有未來的營運的方式 會影響文策院到底成功不成功 簡單跟委員報告 包含研究服務收入 研發成果授權權益 尤其像文化基因庫的授權 未來AP孵化的相關 我只是提醒部長 未來這個配比會影響文策院成功與否 這個要非常非常注意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談到監督 監督你們今天有提到 你們有提到有行政監督 立法監督跟公眾監督 行政監督當然是你們文化部要做一個監督 你們是主管機關 那我先請教一下 以文化部跟未來文策院的功能區分在哪裡 政府是政策性 那麼基於產業的基礎性 公共性跨部會的整合 其實這裡面有提到很多 文策院是執行產業性市場的側進 其實文化部的重點在於政策面 那文策院是希望在執行面 但是文策院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未來是跨部會的組織 或是跨部會的討論的時候 還是必須透過文化部 那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如果必須透過文化部 本來文化部就受監督了 那為什麼一定要文策院 那如果說沒有 因為我有民間經營的部分 我有民間運作的部分 我有營運收入的部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更應該公開透明 所以唯一靠的方法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公眾監督 公眾監督的機制 來我說明一下 公眾監督的機制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是行政法人 就公眾監督的機制非常非常重要 如何讓這個東西可以在公眾監督的概念上 那機制是什麼 我們目前是沒有看到公眾監督的機制 所以這兩天 我要提醒部長 我今天諮詢只有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他是一個行政法人 必須依照行政法人規定來做 那行政法人第一個涉及的一定是他的經費問題 那他的經費包括政府的捐助 包括國內外的捐助 包括他的營運收入 這個未來的配比會影響文策院 到底有沒有運作成功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決定因素 所以希望文化部對這個部分多下功夫 那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第二個部分是監督的部分 因為他其實行政法人的重點就是要 比較沒有像部會被綁得那麼死 立法院這些委員討厭的要死 這李軍藝完全不懂文化 還要來這裡囉嗦 對不對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如何監督 所以現在監督除了行政監督 除了立法監督以外 更重要的是公眾監督 公眾監督的機制怎麼做 希望文化部事先來想一下 然後如何來建立有公眾監督的部分 然後讓我們的文策院 能夠真正如文化部的預期 建立台灣的品牌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李委員 謝謝部長 我先跟這個李委員提的問題 我先跟委員會做報告 那麼因為這個 現在交易文化委員會在審這個 文創法的這個修正案 那麼我有跟這個 交易文化委員會的招委 有過協商 就是我們的這個文處院的設計條例 如果通過的話 會直接交付協商 那也就是說如果文創法的這個修法 出委員會的狀況 那麼跟我們這個文處院的這個 這個立法的基礎不一致的話 那麼這個案子就會擺在那邊 協商就不會動了 所以會等到這個文創法 會先有這個一個結論 才會繼續的往前推 所以各位包括李委員所擔心的這個狀況 在實質上其實是不會發生 說有這個衝突的狀況 跟各位做報告 好 我們接下來請中孔趙委員 好 主席 在座文化部的各位官員 還有我們在座各務委員 還有議會的各位媒體基爾先生 大家做得好 就請部長 請順部長 部長好 部長好 部長我們今天特別討論文書院的 相關的設置的一個條例草案 我們也知道文化是驅動我們 經濟跟社會成長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動態 那不管剛剛部長特別提到 相關的各國都已經集中相關的資源 在針對文化內容的一個產業 尤其是在國際競爭的關鍵的時刻 那相對的我們推動產業的這種 專業的一個支持體系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成立文策會 那我們成立這個文策院 是刻不容緩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藉由文策院 我們希望能夠設置 強化我們台灣延伸 剛剛特別一直提到的延伸文化的內容 跟開花的應用 不管它未來的完善設置 甚至完整的金融體系 能夠透過我們這次文策院的一個條例通過之後 能夠讓我們帶動我們台灣的整個文化的經濟的發展 部長 文策院的成立的宗旨 是不是朝這個方向去走 是 只有如同委員所述 那現在就面對的 原來一開始 就我知道因為我是菜鳥 我去看 因為今天為了要質詢的時候 我去看原來之前為了財產法人 一開始是提財產法人 後來到行政法人 這中間的一個差異 到底是在哪裡 那就會讓人家有誤解 會不會為了要規避監督 其實 是不是因為為了要規避監督 還是 是因為行政法人 他的彈性 對於未來推動相關的八大核心 你剛剛提到的 因為有八大的一個核心的業務 推動的一個發展 會比較有彈性 是不是這種方式去做調整 因為當時文創法立法的時候 民國99年 還沒有行政法人法 所以當時行政法人沒有一個母法 所以通常我們在設立專責單位 許多法都會用財團法人為之 因為後來有行政法人法立法 那麼我們在主改的過程 我們其實也融入行政法人 他作為一個中介組織 這樣的一個治理的模式 所以現在我們就覺得說 行政法人更適合 因為行政法基本上是一個公法人 他其實比財團法人更接近 政府的政策公共責任 那或者說國家有相關的資產 像未來我們策略會有相關的文化 data 等等的這些授權 那他會比財團法人更適合 他會比較是接近政府公法人 他以政府公法人的方式 來跟政府民間做中介 所以我是認為行政法人比財團法人更適合 所以才該以行政法人提出 所以部長剛剛其實是特別提問 就是因為有些委員 針對財團法人或者行政法人 就是一直在強調 因為行政法人就是要規避立法院的捐度 怎麼樣應該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他其實是一個公法人 他其實是一個公法人 其實部長剛剛已經說明的非常清楚 也今天透過今天的一個懸答 讓其他獲得相關的市民朋友 也特別知道 其實不是外界所傳言的 是為了要迴避的監督 其實不是 反而是讓我們的文字院 他能夠承擔一定的政策公共責任 但是他又結合專業治理 引入民間的專業力量來進行專業治理 要保持必具原則 那他相關的資產 包括數位的未來的資產 文化Data還是跟政府可以結合 所以我們在文化內容裡面的一個定義 剛剛我看有一個委員也特別說 這個第三條裡面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文化內容的定義 這個概念是如何區別 部長 我們其實是文化內容的定義其實是清楚的 就是其實我們看到各國都有內容產業這樣的概念 那麼聯合國最近的報告 也特別提出內容產業這個概念 它是以符號文字圖像色彩聲音形象影像 整體的概念 那麼來這個跨域發展 那如果我們以既有的範疇 它就是圖文出版 然後影視音 那ACG 那麼以及包含像我們的時尚設計 藝術資源產業等 那麼這些相關的產品跟服務 跟技術的應用 這些都屬於文化內容產業的概念 我們其實是在這個說明裡面有提出來 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在1995年的時候 就我印象中當時文建會 那時候也特別提到文化產業化 或者產業文化化 其實當時提出來的時工背景 都期待將文化產業能夠納入文化政策 能夠帶動所謂的地區進去 就如我們現在講的創意是一種能夠被視為一個區域 主要經濟的一個力量 創意是產業發展的一個靈魂 創意可能也能夠提高我們的生產力 也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能夠帶動我們未來的一個 就業發展跟產業的成長 所以文創院成立的一個行政法人的一個最主要的策略方向 包括它未來的一個市場面 就是要朝這個方向去做努力吧 是吧 是 如同委員所說 其實文創法當時在立法的時候 它比較是以類型範疇的概念 15加1類 那麼統稱為文化創意產業 那當然它是一個基本法 它是一個基本法 那所以我們是在這個法的基礎上 當然不必然是說它的法律授權 但是在這個基礎上 那提出聚焦正行內容 所以文化內容為概念 來跨越振興 那它最重要的是作為中介組織 它跟政府政策接軌 包含我們獎補助投融資的政策 包含文化Data的政策 那麼包含未來開放制度授權制度 以及文化科技綱領等等 國家的政策來接軌 那它做一個執行 所以不然你剛剛把文化創意的所謂的定義 都已經講清楚了 對 那接下來我想再問你的就是 接下來我們在成立這個文策院的時候 它的人事組織的問題 是 未來我們就依循 我們在條例裡面主要依循行政法人法 他們董事會的組成 那麼董事會11到15人 由行政院提名任命董事長及董事 那未來再由董事會任命執行長 也就是我們這裡面所稱的院長 我想請教董事長的 未來要引入專業人士 那未來要引入專業人士 選對的人做對的事 沒有錯 就是很重要的是說 未來要由專業團隊來組成 它就更比公務機關更了解產業 更貼近產業跟創作者的需求 其實我會比較擔心的是 人才的來源跟幾個法人的文化的 中介裡面的組織裡面 會不會有重疊 會不會在這重疊的過程裡面 因為文化圈裡面 互相搶人搶財 這個可能都是我們未來要特別注意到的 是我想跟其他中介組織是有分工的 不會有重疊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中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蔣乃欣委員 主席請部長 請鄭部長 您好 部長 我想當時在審文創法的時候 當時朝野的立委呢 都希望能夠比照韓國的振興願 然後我們設一個文創院 簡稱文創院 那可是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終於到立法院 那我相信 部長一定很希望能夠盡速地通過 那可是就像剛剛李俊英李委員長的一樣 你的上位法是文創法 文創法第七條還沒有修改 那今天就變成一個文創 文策院 那文策院的法源從哪裡來 雖然剛剛主席有講說同時進行 可是如果教育文化委員會 如果沒有修過的話 他這個也不會出去 可是畢竟在程序上是有瑕疵的 畢竟在程序上有瑕疵的 可是對於文化創業產業的幫助來講 我們就樂觀起見 樂觀趕快把它通過 所以這就產生一個矛盾 所以我希望以後 文化部盡量避免程序上的瑕疵 好不好 另外一個就是文化的內容 照剛剛部長的答覆 有關符號文字影像色彩 聲音形象等等等等等等 可是文創法第二條 又限制了一個15加1 照你剛剛的答覆說 好像又可以超過15加1 到底是什麼 超過 因為文創法就是一個基本法 那我們在文創法修正條例 第七條裡面的說明文字 有把文化內容做一個說明 所以這個 你的文化內容 還是在15加1的框架裡面的 都在裡面 不會超過15加1 否則的話 如果依照你這個文化內容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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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法的話 所有的行業 統統包含在裡面 哪一個行業 沒有文字符號 深光色彩 因為文化會勝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都會需要到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既然是文創法下面的文創院 文策院 我們還是要以15加1的方式來處理 如果你要超越 你就要修改文創法 好不好 這個這個這個提醒一下部長 第二個呢 我們文策院 我們文策院 今天要送審 請問一下我們要設文策院 我們之前有沒有開過公聽會 之前我們有開過這個 諮詢會 許多的諮詢會 有開過公聽會 對 我們有相當多場的 沒有吧 這個 那為什麼我要這個資料資料不給我 我們有開過許多的諮詢會 我跟你們文化部說 請你們把過去所開的公聽會 相關會議給我 你們告訴我說 沒有開過公聽會 諮詢會 那你們沒有開過公聽會 你們只有在公共 公平台上面 公共政策平台上面有 報告委員 是不是跟委員說明 我們有開過多場專家諮詢會 公共平台有 因為 召開全國文化會議的時候 那為什麼產業界都不知道 說實在 文策院的相關的條文 我問了好多 影視 影 以及其他的產業的朋友 你們針對文化部的文策院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他們說我們怎麼不知道 會有 這文策院是什麼 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 從來沒有跟我們溝通過 我想我們有開過許多 所以 然後我問了文化部 文化部 告訴我 公共政策平台 那我就上網去查 公共政策平台 是什麼時候的事 2016年到2017年2月 那好 我放一個 讓部長看一下 我不知道部長有沒有看到過 只有兩則 只有兩則回應 而其中一則是文化部的回應 所以真的只有一則 那一則問的是什麼 文化內容是什麼 其他就沒有人在回 那你告訴我辦公室說 我們是參考公共政策平台的意見 我們訂的文策院 如果是這一則的意見 拜託 部長 難怪那麼多產業界都不知道 那你今天文策院 你成立的目的是什麼 仲介嘛 專業的仲介組織嘛 協力支持 你今天的法源 法案說明 就是要成立專業的仲介組織 中介組織 那仲介嘛 所以 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 我文化部 我對產業不了解 所以我成立一個專業的組織 然後跨一個政策 文創和產業 希望把它融合在一起 透過專業來處理 可是你文化部 在設置一個怎麼樣的 中介組織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產業的需求 你要設置一個怎麼樣的 中介組織 那我就很懷疑了 你這個中介組織 是不是能夠達到你的需求 是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在這個 2016年開始研議 就有召開 多場專家諮詢會 第二是 我們其實從去年就成立 影師營投融資協力辦公室 有上百位的顧問 部長你是一些過程 我都清楚了 委員協力辦公室 其實就是為文策院做準備 所以 所以你這個文策院 你到底是要做什麼 那第三點 到底是什麼 我從今天的法條上看不出來 第三 所以不要說是 很多的產業就不清楚 包括委員 連包括我們在叫文委 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都不清楚 委員讓我說明一下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必須要把它說明 講清楚 第三就是說 全國文化會議也半年 從分區到全國 有深入討論 它也是全國文化會議的共識結論 所以我想它有相當一年多的討論 那麼應該是 這個醞釀有一段時間 那它所要做的事情 我們在第二條有七項 是它的一個概向 那具體業務在書面報告裡面 如果你是 都是在 具體業務在書面報告裡面 我都看過了啦 你不要再念了 不要占我的時間 我只講一分半鐘的時間 等一下主席要站起來了 我想請教一下 將來文策院一年的預算是多少 各位的數字 你不要講內容 你只能告訴我 你的想法 一年的預算數是多少 因為我們預算還 我們明年的預算 概算進程大概五月提出 那麼 你的預計現在的想法是甚麼嗎 我們現在正在爭取啦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 院會送出的時候 有了解我們未來預算組成 就是它基本的運作費 以及業務費 那我們還有一些計畫 我這個這樣子照你這樣子的答覆 不敢把數字講出來 我就對你這文策院的 將來的功能產生懷疑 不是不敢 是因為我們也是要遵守 因為我叫成立一個單位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設定它的將來 叫做些甚麼事 接下來審預算 做些甚麼事 我就它的預算 我就要有一個概念 至於達到達不到是一件事 至少我的設計 比如有錢多少錢做多少事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畫一個大筆 當作沒有錢 那你知道不知道 韓國的政系院 一年預算多少 我們會有一個收支的評估 韓國的政系院 一年的預算多少 剛剛有委員有提出來的資料 請教嘛 你知道不知道多少 你能不能告訴我 這個它有兩個部分 這個它基本的運作 還有這個基金的部分 我想各國我們看到 最重要是說 所以你還沒告訴我一個數字 能夠管理的基金 對不對 你還是沒有講數字 我告訴你 83億 2013年83億 中間政府 八成 66億 你拿得出來嗎 你今天文策院 就是要比照正興院呢 你66億拿得出來嗎 我們參考這個政策推動的模式 我不要講66億了 6.6億拿得出來拿不出來 我們正在 如果6.6億也拿不出來 十分之一的錢也拿不出來 我們正在爭取 那我真的我很懷疑 我們將來的文策院 到底能夠不能做什麼 我們有個目標值 目標值是多少 我們正在爭取 我們正在爭取 我幫你一起爭取吧 委員 你要幫我們爭取 你不講話啊 你都不講話啊 我們希望它基本的 由我們公務預算 提供7億這樣的基本 但是我們另外 國發基金的60億 那麼這個基金 能夠跟文策院 投籠資來結合 讓它可以來協助做 這個投後的管理 跟投資的評估 那另外委員 我們未來在文化基本法 希望爭取文化發展基金 以後也可以提供一定的比例 來讓它支持運作 剛剛前面委員答覆的時候 我都有在那邊聽到了 好 所以你看我講的 你講的7億跟我講的6.6億 是不是很類似 會比 是不是很類似 我也相信 你可能拿不到這麼多錢 請委員支持啊 請委員來幫忙 我剛剛在叫我會的時候 提案說明的時候 我也講過 針對文化創意產業 我們要怎麼協助 可是財主單位要支持啊 可是財主單位都不支持你 我剛剛講的預算 是它的運作跟義務費 我知道 那希望它結合的投融資 就不是這個預算 包含國發基金是其中之一 那更重要的是民間的投融資的促進 所以我部長 所以我想那個部分更重要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部長能夠針對經費的問題 你要好好的規劃 好好的爭取 包括它的預算結構 另外一個就是 依照你董監事 名格是11到15 對不對 我相信如果假設15名的話 專業的組織不超過 專業的組織二分之一 專業的董事二分之一 最多只有八位 可是依照文川法15加1 有多少董事是要跨領域的嗎 我們不一定是用類別 對不對 所以不同 當然你不一定要類別 可是總是要有代表性嘛 就是15加1的產業 你多能夠涵蓋在裡面 所以政府的代表 是不是可以減少 讓專業的代表能夠增加 這個待會審查法案的時候 其實就是跟委員來討論 我希望部長能夠思考一下 這個董事會主席 專業的委員 專業的董事能夠增加 政府的代表少點 待會也許討論法案可以討論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蔣委員 謝謝部長 我們接下來請江啟成委員 江啟成委員 江啟成委員不在 請周春明委員 謝謝主席 那還是有請曾部長 請鄭部長 好 部長好 我想在部長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開中民意就直接講 就是說文化創意產業的源頭 是來自於國家文化的底韻 那我想我本期非常的認同 只是說這個部分其實的觀察面說 如果國家文化的底韻 社會文化的底韻 一直都沒有建立起來的話 那我們要去做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還是有它的困難度的 那我想舉一個例 來做我今天的開頭 就是說 文化工作者這個馮賢賢女士 在四月初的時候有投書一篇文章 她是從這個佩佩珠 部長有看過佩佩珠嗎 好像是英國的一個兒童的 她會陪孩子看 對 那就是為台灣的孩子請命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頭來思考 就是我們自己大家的生長經驗 但我們小時候看的是小甜甜 這是我們小時候看 我應該比部長多一點年紀 小甜甜還有這個什麼 無敵鐵金剛科學小飛俠 甚至美國的迪士尼這些 其實都是來自日本或美國的這些 那事實上就是說我們來看台灣 不要說我們小時候 現在的小朋友的小時候 好像看的也都是來自於國 外國的這些的一些動畫漫畫 那所以說在他們小時候 兒童的眼光看的 就不是跟我們台灣社會有連結的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這個部分如果我們沒有先做起來的話 當時小時候小朋友長大了 他怎麼去看我們台灣 他自己生長的這個國家 所以這個部分從這個點來看 其實我們這個文化策進院 真的是有他要設置趕快設置的一個必要 當然大家會希望說趕快來催生 趕快來促成 主要是看到韓國的這個影視產業 這麼的發展 大家有焦慮感有急迫感 也覺得說如果我們的台灣的這個產業 可以做到像韓國這樣的話 我們的觀光很多的產業都可以帶動起來 大家都有這個很強烈的動機 那我現在接下來想救教部長兩個問題 就是說在今天 不管是我們的這個條例裡面 講的文化內容相關產業 大概就第三條 大概都是講文化內容相關產業的一些 調查或者是培育 那所謂的文化內容創意 文化內容裡面 大概我們又回歸到母法 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 那大概有16款 那今天好像委員有修法 大概是大概有19項可以討論 那我想請教部長是說 我們現在大家討論到現在資源有限 因為這是一個行政法人的組織 那行政法人的組織 它當然會比較靈活 也來自民間的人力 政府的資源 但是就是說一個行政法人的單位 能夠承擔這麼多的任務嗎 還是說我們一開始在推這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聚焦在某一部分 就像之前部長講的 我們提過的這個ACG或者是ARVR這一些 我們把它聚焦在某些的這個數位 或者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手法 而不是包山包海 然後看不到一個明確具體的方向 文創法當時立法 它對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想法 是用15加1類別來挑列 那希望它做一個基本法 但是我們用文化內容是說 我們聚焦在創作 創意跟作品 其實對這個文化的傳播 其實重點不是說它屬於哪一類 而是它的創意本身 內容本身 故事本身 的產製創作 而且未來是跨域發展 所以其實更重要就是跨域振興 跨域的治理 我們才用文化內容這個概念 來做這個策進院的設置條例 文化內容這個條例 因為它本身也就是這個條例的法案名稱 那文化內容當然是包山包海 我現在要提醒部長的是說 大家對這個策進院有很高的期待 也有焦慮的期待 但是如果一開始你的做法或者設定的方向太多太大 太衝向太模糊的話 反而是見不到能夠馬上一個讓大家覺得有期待 或者是覺得信任的一個發展 那這個部分如果將來它設立的時候 是不是你們真為一個主管機關監督機關 是不是應該先賦予一個比較具體的任務 我們要先做什麼會比較妥當一點 報告委員在我們的未來的這個組織架構 我們就會有整合策略組 那它會做一個策略設定 所以為什麼要文策院而不是政府可以直接 因為政府它沒有辦法跟民間在內容的發展上面 所以將來還是在這個董事會來處理 在文策院裡面 對 董事會它來做一個策略設定 其實每個國家都會有它的策略性 那麼包含它的這個怎麼樣透過IP帶動 那怎麼樣的故事題材 它爆發力能夠帶動這個整個產業的動能 這個是需要專業治理 這不是由政府來直接決定 所以它需要這樣的平台 那我們的政策是整體性的這個支持 這個不算是我提醒部長的 我想會由文策院來這個做這樣的策略思考 因為將來行政法人它縱使它預算 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比例 大概也那個立法院這邊的監督也是有限 接下來我要跟你討論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也是最近跟你們文化部在 在做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方案 當然是部長是很誠懇在做 我只是說到底我們在這個文化創意產業 或者相關的影視產業 我們要去給予補助 或者是要去給予一個方向的話 到底是浮強還是忌弱 我們有所謂的國家隊 那像雲門五級 明華園 指風車這些讓人家都很敬重 也很受台灣朋友社會歡迎的這些團體 那基本上就是國家的資源很多 那在影視的部分 從你們在兩年前文化部這個流行音樂跨界合作 商務模式產業創新案 那時候大概有一些爭議嘛 就是補助了一些大家都很喜歡的歌手 像陳其真 SHE 阿密特這些 阿妹這些 現在我都要討論的問題是說 到底我們將來 因為這些 我們借助這些民心的光環 會讓這個 我們的補助的這個方案 是非常有它的成果的 但是在這個部分 我們到底是要讓強者更強 那或者是這些強者根本不需要政府的資源 我們應該是去 忌若這個部分 會比較實際或妥當一點 報告因為其實這沒有兩級 它也不會是對立的 它是不同的政策目的 那我的想法是說 之所以有文策院就說 它聚焦催生市場動能跟產業規模 但這個需要引入民間投融資 那政府國發金有投資 但是它是點火 最重要引入民間投融資 那當我民間的資金活水進場 產業市場動能起來之後 其實政府要回歸比較政策性 以及產業的文化面 人才面基礎面 甚至市場庇護青年新秀 那麼孕育整個產業的基礎 未來才會有一個層次的分工 所以其實我是要強調 講補助投融資就是說 像市場性規模性 應該要引入民間的投資 這才是比較永續的做法 不可能長期靠政府的補助 因為長期政府的補助其實有限 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是標演藝術 跟影視音產業略有不同 各國的標演藝術 視覺藝術其實都有政府的支持 但是它還是需要有一個層次的分別 就是說政府政策公共性 政府應該越往公共性基礎性走 那麼民間的專業治理對創作的扶植 創作的促進 產業的促進用中介組織來進行 我在想是說 將來我們當然是希望這個側進 因為它設立之後 它能夠發揮最大的一個效能 但是因為它的資源有限 所以你的目標聚焦要現在哪裡 而且目前我們的方向 到底是浮強還是濟弱這些 還是強者很強 這個都是需要我們將來再去深刻思考的 這個是本席今天提出來了 對我想跟委員回應就是說 在引入投融資的時候 我們文策院它就會做一個 中介組織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有策略佈局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投融資 不僅只是要投作品 更重要的是要投出生態系 這個文策院大家都很期待 我想大家也都是會睜著眼睛在看 所以新衛的部分人才開發跟創新 創業創新育成會是它重要的工作 因為要整個建立產業生態系 好 我們再持續來關心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周委員 謝謝部長 好 我們接下來請許智傑委員 許智傑委員 許智傑委員 許智傑委員不在 李立芬委員 李立芬委員 李立芬委員不在 蔡培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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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培會委員不在 那接下來是段一龐 為了節省時間 本人改成書面質詢 好 柯建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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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建民委員不在 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 黃昭順委員不在 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 不在 徐毅仁委員 徐毅仁委員 不在 李昆哲委員 李昆哲委員 不在 鄭天才委員 鄭天才委員 不在 林維州委員 林維州委員 不在 林立昌委員 不在 林昌佐委員 不在 呂毅林委員 李毅林委員 不在 高陸宜佑委員 不在 何欣存委員 不在 張立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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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賴瑞隆委員 賴瑞隆委員 不在 陳奈素媒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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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 不在 岩寬恒委員 岩寬恒委員 不在 廖國棟委員 不在 曾鳴中委員 蔡名中委員 蔡名中委員 蔡 numer五ischer委員 不在 陳学慎委員 陳學慎委員 陳學慎委員 不在 秋智委員 不在 我们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咨询 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 以及说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请郑部长 请郑部长 委员好 郑部长好 那今天我们要审查 这文化内容测进院的设置条例 那当然今天早上 已经有很多的委员质询 那也就是文化测进院 其实固然就是一方面 想要是仿效韩国的 这个内容振兴院 但其实也不是只有仿效韩国的 其实也是参考英国 法国等各个国家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寒流 那这个寒流其实刚刚提到的 机车车司机还有另外一部的1987 黎明到来的那一天 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这个促转条例也通过了 那我们这个促转委员现在要准备要上路 所以呢这整个转型证也都非常重要 所以在整个台湾整个一个历史 那现在其实是刚好一个时机 我们看到说韩国能够把他们这个整个一个 民主运动的轨迹 那用非常活泼非常贴近 人民生活的方式 那透过影视的方式呢 传播到世界各国 那我们台湾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一些的文化的资产 但是呢 好像都局限 我们都走不出去 因此在这里呢 就说设立这样的一个文化内容测经院 当然大家都有所期待 但是在这里呢 我也想请教部长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了 像说国家电影中心 也有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等 那现在我们将来设立了 这个所谓的文化测经院 那这个跟所谓的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还有国家电影中心 或是其他这些文化机构 这些的任务有什么样的区隔 那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在哪里 是谢谢委员 跟其他中介组织 因为国议会是当我们依着 这个艺术文化讲助条例 设计作为艺文创作的支持 的一个中介组织 那国表艺 它是在做国家剧场的经营跟管理 跟表演艺术产业的这个推动 那所以它基本上是不同的中介组织 我们在文测院最重要是聚焦 文化创意产业里面 我们用内容产业的概念去看待它 然后来振兴内容产业 所以它是一个产业促进的机构 我想它角色互有不同 但是未来我们希望彼此能够协力 让整文化产业从艺术创作 那么这个基础 那么以及产业的测进 还有这个场馆的管理等等整体 来这个发展 所以内容文测院最重要是聚焦 内容产业的振兴 所以你的文测院其实是一个 比较是一个上位概念 怎么样去重新去整合 盘点所有文测院 它比较会针对内容产业 就是像图文出版 影视音 那ACG 那时尚设计 那对于艺术它是用艺术产业 资源产业的概念 跟艺术创作来进行协力 所以它比较聚焦振兴产业 那我想国议会比较不着眼这个面向 它比较是在艺文创作的讲补助 的这个层面去支持创作 两者有不同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想要提到的就是 曾经呢 就是我们文化部也曾经送来一个 所谓的强化出版产业链的整合 与辅导业转型计划的书面报告 那这里面的总经费呢 分期也编列12亿900多万元 那后续两年都投入呢 近10亿的预算来进行辅职 但是计划呢 仅建于就是辅职本土的原创作品的创作 漫画基地的营运等 那缺乏具体的一个做法 那包括里面倒是一堆的 这个所谓的人次场次跟活动的统计 那看起来好像比较像是 文化部单方面宣称 做了什么事情而已 但是我们看不出说 这些活动或是展览 如何转换成为出版力 那以及如何为这个出版 跟创作注入新的这个获利的模式 所以呢在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 所谓的阅读出版 那有没有转换成为实质的 经济的价值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 那所以文化部对这些 所谓文化产业市场的了解 到底多少 因为事实上整个 我们在讲整个文化 其实不是只有视觉 只有表演 其实也包括出版 因为一个好的戏剧 里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剧本 那这些剧本就像刚刚好 高清素美所讲的 对整个一个历史脉络的 这些的研究 所以其实整个文化事实上 如果说要扎根的话 其实它是非常深层的 它的面是非常非常广的 所以刚刚其实也有委员在 在咨询说 韩国拿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83亿 那我们台湾到底能够编出多少钱 当然钱是不够的 但是你也提到就是说 你要透过这所谓的金融 那民间的产 文化金融体系建立起来 才是长远 因为产业不可能 只靠政府的补助 那它是没有办法永续发展的 那我想我很认同 委员所说的图文出版 是很重要的根基 所以其实我们过去两年 其实很重要的是在 这个希望能够提出 比较完整的出版政策的架构 那当然推广阅读 还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 让这个出版产业的通路 它的多元化 那多样性能够持续的维持 所以我们有相关的 书店的支持的计划 那漫画基地 它是一个产业品牌的橱窗 创作发表展览的空间 未来它也会跟文策院结合 作为产业跨域合作 跟投融资媒合的平台 那么以及这个相关的 这个国际的国内的接轨的界面 我想它会也会扮演一个枢纽 所以我们的政策其实是 整体规划 但现在逐步到位 我是觉得说 今年逐步到位之后 对于整个产业政策的转型 会比较完整 那接下来它的振兴的力道 就会更强 因为这个部分的确就是说 你要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 其实就是自由 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自由度 言论的自由 其实在世界的评比是非常前面的 所以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 这个Discovery曾经在介绍台湾 它里面就提到说 在世界上有一个最自由的国家 那就是台湾 那台湾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自由 因此它能够发挥无限的创意 所以它最后的结论是说 21世纪的文艺复兴在台湾 那当然现在我们也看到说 的确现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创意 各种年轻的这些的创意 不断的在发生 那政府怎么样给他们的辅导 那怎么样去empower 那其实这个部分事实上范围是蛮广的 就像说这次文化部所办的 这个文化博览会等等 是跨一页的整合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的确只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 那政府如何去把这些平台建构起来 让这各个领域的人 他都能够去发挥他的创意 然后发挥 然后以这文化基底 然后为我们的历史脉络 这整个把它建起来 那我觉得说这是很有可为的 所以在这部分呢 我们当然也希望是说 文策院他能够做一个火车头 能够对于这整个一个政策 能够去做一个规划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是说 其实文策院的目的就是 催生产业生态系 把过去这些断裂 把它接轨 那其他还是要跟政府政策接轨 像我们的在地文化的深耕 那国家文化记忆库 那么以及文化教育 那么整个出版政策 我们的内容产业政策 文化科技政策 其实是国家政策 那文策院要接轨 那另外他要去支持民间的产业的产制 但是也要做民间个别产业不能做的 就是策略 以及国际布局 文化品牌的行硕 所以他就是需要这样一个中介 往上承接政策 那么往下他扮演每个个别企业产业 不能做的整个产业环境的行硕 跟集体的策略 跟国家文化品牌的行硕 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中介组织来进行 OK好那希望继续加油 好谢谢委员 好谢谢邮委员 谢谢部长 我们接下来请孔文集委员 孔文集委员 孔文集委员不在 那么我跟委员会报告啊 因为这个刚才因为我们好几位委员就没有发言 所以有集委委员赶过来说来不及了 那么尤其这个责任是在主席没有发言啊 造成各位委员措手不及 但这个绝对不是为了突袭啊 好这个是主席为了要这个 怕今天审查的时间不够 那所以我们对三位 这个已经在现场的委员了 我们如果依序的话 照这个登记的顺序是 我们看一下我们请议事人看一下 但是我请各位能不能这个同意啊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午啊 一直到这个逐条审查 本案审查完去我们才休息 那么第二呢我们就 各位发言就取代大体讨论了 我们就不再大体讨论 等一下就发言完毕 我们就进入逐条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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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做这个决定 我们等一下进入逐条 尋答完之后进入逐条 然后我们今天中午 一直到本案审查完去才休息 好我们照各位到场的这个顺序 第一位 吴志阳委员 然后是林维州委员 然后是林长佐委员 每一位发言时间六分钟 我们就不再延长不好意思 来我们请吴委员 林长佐委员 不是本会委员 您只有五分钟 好不好不好意思 也只有差一分钟而已 好 那主席 那有请部长 请部长 你好 部长这难得来司法法治 但是我要告诉你 法治委员会是最讲法治的 好 今天审查这个文化内容测进院 我一想 我看到这个 在院会在报告事项的时候 我大概猜到就是 文化创业产业发展法里面 要设一个法人 所以这个案子送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兴奋的 因为我一直主张要设这个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程序 这样是不对的 不对 为什么 因为 我们的文化创业产业发展法 里面 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 那个在第几条 报告委员 我们是有把 第七条嘛 第七条的修正草案病酮送大院审议 你修了吗 今天在教委会审 那个是母法 而且 你们的条文里面 第七条里面 为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及产业化 促进文化创业产业发展 政府得以专责法人办理相关业务 对我们有并同修正条文草案 但里面有说 它设的叫做文化内容测进院吗 有吗 这是我们的修法的方式是说 跟委员报告 它保留一个弹性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时文创法立法的时候 民国九十九年还没有行政法人法 所以当时的第七条是用财团法人 那因为后来一百年之后有行政法人法了 所以其实政府设法人是有不同形态可以选择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把它修正为以专责法人办理 相关业也比较有弹性 你就是财团法人变成行政法人吗 因为政府可以选择 所以在这里 说实在我们也在审财团法人法 只要保持弹性 让政府来判断 我们基本上也认为 因为财团法人法也在本委员会在审 我们认为基本上 应该行政法人法过了以后 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执行任务的东西 就是用行政法人 不要再去设财团法人 要看什么样的目的 那你其实你只要把财团法人变成一种 所以这边是用专责法人 让政府有一个选择 我现在不是对这个法人的形式有问题 我是对这个名字有问题 第七条讲的是设立 好不管什么财团法人什么文件 它是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院 它是连名字都定了嘛 这个就是我们有提出修正草案 你修正草案并没有讲它的名字啊 我们就是改成可以专责法人 我们是认为说 那这专责法人叫什么名字呢 专责法人其实就让这个政府有弹性 它可以选择哦 那是选择形态 不是选择它的名字 因为你现在你不要讲 我只有六分钟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我告诉你你很无聊啦 你改这个法人形态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下面要设的这个 不管行政法 财团法 为什么就不是叫做文化产业发展 研究院呢 这不是很顺吗 你为什么要改文化内容 我问你什么叫文化内容 什么叫文化内容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文创法第七条修正草案里面的说明文字有说明 文化内容是指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文化创意是什么 讲得很清楚 你偏偏要改一个内容 文化内容 然后文化内容叫什么 定义不清楚 居然在立法说明里面说 这是法治委员会 法治委员会不会让这种 莫名其妙的条例通过 报告委员 其实各国都有内容产业相关的 那你 你如果觉得文化创意产业不够涵盖的话 你应该把整个文化创意产业法 文化创意产业法 你觉得它不太够 你干脆把这整个法 应该变成文化内容法 或者是 这我同意嘛 这我同意啊 好像韩国就是这样嘛 文化内容 我们可能很多人认为 文化内容的范围 是不是稍微比文化创意大一点 包括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 里面文化内容的定义 韩国内容产业振兴法 日本内容产业促进法 欧盟的这个info2000年的计划里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的计划 里面都有内容产业的定义 你这个设置条例的母法是什么法吗 是外国的什么法吗 行政法 人的设置条例 他有个重要的母法是行政法人法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里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请人事总处来说明 行政法人的设置条例 他有个重要母法是行政法人 但是文化创意产业法 当时第七条希望设立 这个专者组织 因为当时没有行政法人法 他用财团法 那部长我问你 那我们认为会过于受限 因为我们目前认为 你那个认为你可以列嘛 需要的是产业策进而不是研究 只是调查研究 那叫文化创意产业策进 产业策进 我现在重点是 你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里面 搞一个文化内容 这件事情 它的定义 你不能修第七条 突然在组织这边改 然后 它的定义写在说明栏 你如果要设这样子的院 而且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里面写 你其实应该 你要不然就是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改成文化内容策进法 要不然就是 你要在正式的条文里面 讲什么叫做文化内容 没有人家这样跑到这个 说明栏去讲这种事情 委员 因为产业的变化是非常快速 我们看到整个传播环境 其实它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采用一个 比较有未来性 从现在到未来 可以适用的 一个文化内容产业的概念 因为跨越的发展的趋势 已经成型了 您是不是认为文化内容产业的范围 比较有比文化创意大 不是 然后比较有未来性 不是 因为它跨越的形态 还有未来整个后数位汇流的形态 其实我们 未来更难用单一类别 去推动 它必须要跨越正向 因为它产业要有整个生态系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 各国国际趋势跟未来趋势的概念 来立这个法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做法 部长你讲不清楚 你的第一条 我最后讲一句话 你看看 你自己写的 是这条第一条 为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及产业化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之发展 所以你目标 还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 那当然因为还是在文创法 所以你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院或政经院 有什么不对 这里面要主动文化内容的开发 你没有法源基础啦 委员我们在讨论这个名称的时候 我觉得你讲了一种道理 不是而且 我们在讨论名称的时候来处理好不好 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都希望 咨询你在文化 在教育委员会 我们这边赶快审完然后把它放回去 不是 你如果觉得那个是母法 请你回到文化教育文化委员会 把母法审好再来跑来 审理执法 我们尊重大悦议程的安排 来两位请问 这个委员我跟你说明一下 您刚才不知道我刚才 李俊委委员问过这个程序的问题 我跟委员会报告过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母法跟这个 跟他的这个 现在这个组织法在一起审 这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议程卡住了 那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做一个跟大家做了一个报告 即便我们今天把这个审完了 我也会直接交付协商 那这个协商会等到 他这个母法这个出来了 如果没有冲突 那么我们才会在 这个让他协商进入恶毒的这个程序 好不好 那至于您刚才提的那个部分 我们在处理名称的时候 我们再来处理 我们接下来请林维州委员 主席请部长 请部长 部长你好 其实刚刚我们都听了这个吴委员刚刚讲的 他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当然我知道这个现在 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那边对于母法 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那边的修订 同时在做 所以最少一定是那边做好 这边才能做 因为这是修法程序的问题 那这个我就再简单再讲一下 因为它是按照第七条 它要订定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院 那我们现在这个名称把它改了 改成文化内容测进院 那当然母法那边也要做修正 另外就是关于文化内容的定义 恐怕也要再去处理了 因为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 它自己会去 有去定义关于文化创意产业 是在做什么 它有自己在这个第三条的地方 所以他们母法只定义文化创意产业 这个名称的定义 但是当你把它改成文化内容 那你就针对文化内容 恐怕你自己要再做一次的定义 否则的话这样子容易发生歧义 我想这是立法上面的 严整的一个要求了 好这个议题我们会在名称的时候 恐怕还要再面对了 好针对这个 就是说好的我们就暂且 等下一个阶段再讨论 另外就是我要请教 就是说你把它改成这个 财团法人改成行政法人 最主要的功能 当然是希望说不要受限于财团法人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比如说他只能用知习来推展相关的业务 那行政法人当然就可以用补助的方式 政府补助的方式 更灵活更弹性 但是他也会有受到一些限制 比如说他要受到一些国会监督 预算的编列 他的本职还是一个工法人 是 好 这个部分当然有他的优劣 你们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予以尊重 但是我们就将来当然就要加强监督的这一部分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一些成效 好针对这个内容的部分 因为你在里面有提到第三条就规定了 你们要业务范围 到有九项 涵盖的实在是多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样子 我们通常成立一个行政法人 也好财团法人 有他的一个目的性 但是呢 他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 大到包山包海 那到最后 那个很难发挥功能 就是说 要么马上就碰到什么问题呢 知习不足啦 经费不足啦 好 然后因为你涵盖的范围又大 又要鼓励创作 又要推展这个国际品牌 又要结合产业 老实讲 这个又是经济部的业务 又是文化部自己的业务 还有教育方面的业务 这个业务都是包山包海 这样 到最后 要么就是什么呢 一直要编列更多更多更多的预算 然后变成一个庞大的怪兽 然后失控 然后政府负担乏力 因为业务范围太广了 要不然就是什么 严重的不足 然后呢 到最后萎缩失去工人 就很多财团法人部都这样子嘛 到最后就是空壳子一个 然后剩下维持一些人事费用 因为他的知习就只够这样子 我们担心的是这样 好 我要强调的 我希望 我希望 这个跟你们讨论 我觉得 这个文化创意产业也好 或是你现在改成 叫文化内容产业 文化内容侧镜 我觉得最源头最重要的 还是在于文化的创作 这部分恐怕还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文化 不管它将来变成产业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要聚焦振兴内容 不管它要转型 跟产业结合 变成一个产业类别 创造产值 或是说 我们把它当作文化艺术 这是有另外一种价值 就是说能够被阅览 被阅读 被听阅 那是另外一种价值 但是它的源头都来自于产出 你文化要有产出 你要有好的产出 就是创作 不管你是音乐 戏剧 不管你是流行音乐 或是纯艺术的那一部分 都有产出 你才有这些所谓的 我要跟产业结合 我要去推广 我要树立国际连结 创造品牌 你没有好的产出 这后面都 我觉得都是空中楼阁 那刚刚我也听到其他委员也提到说 台湾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台湾是一个极度自由的国家 OK 创作来自于最重要的 这个元素来自于自由 那我们再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如果我们认为台湾真的是一个 最自由的国家 照理说我们最有本钱 来推动创作这一块 不管是popular的艺术 或是纯粹的艺术 不管是视觉艺术 或是戏剧 各种九大艺术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更聚焦到 最源头的这个文化的产出 创作的这一块 所以文哲员的目标 就是要聚焦内容 好 这个在我们 但是它需要产制 需要传播 所以需要有完整的生态系 创作才有可能 这个产业发展永续支持创作 也让大众能够禁用 针对这些创作者 不管他是 这个流行文化 流行艺术的创作者 比如像常佐委员 或是一些 就是比较纯艺术的创作者 我们都应该要更大的力道 来支持他们 让他们可以产出更多的产品 政府的责任还是会继续存在 尤其政府他应该做更公共性 基础性 杂根性的工作 所以在创作人才培育 其实政府的政策还是会持续存在 跟文哲苑协议 在逐条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讨论 谢谢林文哲委 谢谢部长 我们接下来请林昌卓委员 主席我们请部长 请政部长 请部长 请部长 没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时间有限 我就今天是两个建议 那跟一个问题 第一个建议 在稍早的时候 其实有几位委员也有提到 就文化内容的定义的问题 那我把它讲的比较精准一点 我的建议 就我们如果看其他国家 它当然不一定每个国家 都有针对所有的这些 有这个产业发展未来的 来定一个这样子的 设置一个这样子的机构 但是如果我们看德国 法国 他们在针对电影的部分 那也是为了他们的内容产业 来做振兴的这个机制 做的这个 对文化内容的定义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还蛮精准的 例如说这个德国的部分 包括提到说要 运用德国象征元素 取材于德国 或是历史啦 这些 法国当然也有他的这个定义 那如果我们回到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5年通过的 这个保护及促进文化表达 多样性公约里面 其实在讲文化内容 他也是有提到 这个表达文化身份的象征意义 所谓的文化身份 我想部长当然也很理解啦 所以我觉得光讲文化内容 其实他会变得是非常空泛 那怎么样能够具有对台湾的文化认同 文化身份认同的这一个内容来去推广 这毕竟是我们在台湾的文化部 要设立这个文策院 我相信推广台湾的文化内容 包括多元族群啦 多元文化历史背景这些 变成一个有产业未来的作品 让它可以推广到全世界 我想这个是我们 我相信也是部长的出众啦 成立的目的 对所以怎么样把刚才这个 这样子的定义 把它写到 我们在这个设置的办法里面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要不然会包山包海 好的建议我们也欢迎 这不是那么好写啦 我们办公室自己也想了很多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当然 因为我们其实整个委员刚提到的 像欧洲一些国家 因为过去成立的历史 过去都是针对个别像电影电视 那像法国CNC它也转型过 它原来是撤进电影 后来它把影像动画 它的定义也放宽放进来 因为产业一直在变化 跨越发展 所以很多国家像后来 比较新进的像韩国日本 或者是欧盟 Info2000年计划 它就回归比较是整体性 然后用比较这样的一个 整体性的概念 就是包括各类的 对然后去定义它 那每个国家政兴都希望 把在地文化元素融入 我想这个路径都是 大家都一致啦 所以文策院的成立也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给委员的书面报告里面 文策院未来八大工作 其中有文化内容开发应用 还有国家文化技術库的营运 就是希望让台湾的原生文化内容 可以进入 那我们国家文化技術库的建立 也会跟民间的地方知识学文史工作联结 结合对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 在这一个 呃 一开始的规定里面 在条例里面就把它写进去的话 我是认为 未来你在领选 组织章程工作任务里面都可以来领定 组织的人员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这都要送到行政机关来核定 所以我们会透过跟政府政策接轨 来推动 我想第二个有可能这是一个建议啦 就是接着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够理解 现在这样分工合作 就是说文化部跟文策院的分工合作 那文策院对于产业圈未来的帮助是什么 可能会有一些这样不理解 所以会招致一些跌床驾屋的批评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缩帖上面应该要更简单易懂 那我把报告给一些圈内产业圈的朋友看的时候 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懂 所以怎么样让这些 我们的这个用意能够更清楚的被知道 我觉得还蛮重要 我想我们我会负责整个筹备工作 我已经建立他未来大概 我们有七个组的工作计划 也是八大项 那他的工作项目 那跟文化部的政策项目 跟跨部会的合作 我们会有完整的规划 所以他绝对不会重叠 因为重叠我们就没有必要设立 这我相信 我们认为有必要设立 而且争取行政院的支持 就是希望能够催生产业生态系 所以我其实指的是说 怎么让业界的人很清楚知道 那免得说不定会有有心人士 故意拿这个来批 其实他就是需要跟民间连结 未来我们需要有产业的networking 可以来建立 让大家来参与 我举个例 我给委员举个例 像法国的出版产业 他们也有一个法国图书 国家图书中心 Sontre du livre 这个Nationale 那所以 Sontre du livre 那所以他们在这个图书中心里面 他就邀请 各国翻译法文的译者 那么一两百位组成委员会 那么定期的参与他组织的运作 那透过这个网络 让法文的外译他持续的推动 那所以这些都是中介组织 他很重要的角色建立网络 所以未来他势必紧密的跟产业界合作 我第三个问题是比较跟产业有关的啦 就是我想知道的是 那现在现行的所有的 不管说奖补助啦 这些相关的办法 在未来整合的过程里面的程序 以及是哪个部门会来负责规划 这个事情 未来我们其实文化部组织 也目前我也正在研议组织法的调整 我们像影视司局是要整合 那么像文资局要升格成属 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政府组织的调整 所以未来我们会有清楚的 这个相对应的业务单位 开始做这个相关的奖补助 有的没有的这些的整合跟分工 政府回归政策面 产业的基础面 公共性 人才 杂根的工作等等 那么这个策禁院他负责产业的策禁 所以两者来衔接 对我想提醒的就是说 因为奖补助跟辅导的事情 跟产业圈的人是马上第一线会遇到的 所以在做调整跟分工合作的 重新的规划整合的时候 希望这个产业界的参与 我们未来筹备也会成立 推动委员会 邀产业界一起参与 好 OK 谢谢林委员 部长请回 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与发言完毕 巡答结束 委员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 委员段仪康 陈廷飞 黄国书 李立芬 许志杰 张料万坚 许一人 苏巧会 吴思瑶等题 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与书面答复 好 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 审查行政院 行刑审议文化内容 测经院 设置条例 草案案 刚才主席已经宣告 我们这个省略大体讨论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我们要 接下来要宣读条文 跟委员会说明 我们宣读条文 大约要10到15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请各位 各位委员 各机关代表 利用我们宣读条文的时间 这个自己休息 或者需要去洗手 这个自己安排 我们就不另外休息了 那么我们也请议事人员 在宣读条文的时候 可以轮流休息 好 我们现在 请宣读条文 请参看那个关系维书 名称 文化内容测经院设置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及产业化 促进文化创业产业发展 特色文化内容测经院 以下简称本院 并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院为行政法人 其监督机关为文化部 第三条 本院之业务范围如下 一 文化内容相关产业之调查 统计及研究发展 二 文化内容相关产业 专业人才之培育 三 文化科技之开发技术移转 及价值率应用 四 文化内容相关产业之投资 及多元资金益助服务 五 文化内容相关产业 市场之拓展及国际合作 六 文化内容相关产业 设施之受托营运管理 七 其他与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 及产业化相关事项 第四条 本院经费来源如下 一 政府之合博及捐补助 二 国内外公私立机构团体 及个人之捐赠 三 受托研究及提供服务之收入 四 营运及产品之收入 五 其他收入 前向第二款之捐赠 适同对政府之捐赠 第五条 本院应定定组织当成 人事管理会计制度内部控制 集合作业及其他规章 提经董事会通过后 报请建筑机关备查 本院就其执行之公共事务 在不抵触有关法律或法规 并应之范围内 得定定规章 并提经董事会通过后 报请监督机关备查 第六条 本院应建立公民参与机制 管纳社会各界建言及意见 并回应或说明 第七条 本院每年应举行咨询会议 邀请文化内容相关 学者专家及产业团体 法人与机构之代表 就本院发展与业务等相关事项 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会议之过程应全程公开 前向参与会议之学者专家或代表 及组成成员 应兼顾性别族群地域 社会阶层及党派之平衡 第二章组织 第八条 本院设董事会 自董事11人至15人 由监督机关就下列人员 领选提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 解聘时一同 一 政府相关机关代表 二 与提升文化内容之应用及产业化 相关之学者专家 三 据法律财务行销管理创新科技等 相关之专业人士 或对文化内容有重大贡献之 社会公正人士 前向第二款之董事 不得少于董事总人数二分之一 第一项董事 任意性别 不得少于董事总人数三分之一 第九条 本院设监事会 自监事三人至五人 由监督机关就下列人员 领选提请行政院院长聘任之 解聘时一同 一 政府相关机关代表 二 据会计审计 集合法律或小管理等相关学士经验者 监事应互推一人为常务监事 第一项监事任意性别不得少于监事总人数三分之一 第十条 董事监事任期为三年 其满得续聘一次 但续聘人数不得于总人数二分之一 代表政府机关出任之董事监事 应依其职务异动改聘 不受前项续聘次数之限制 依第八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三款 及前条第一项第二款 规定聘任之董事监事 任其届满前出缺者 由监督机关领选 提请行政院院长补聘之 其任其至原任者之 任其届满为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不得聘任为董事监事 一 受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 尚未撤销 二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刑确定 而未受缓刑之宣告 三 受破产宣告 或一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经法院裁定开始清算程序 尚未付权 四 齿如公权尚未付权 董事监事有前项情形之一者 应于解聘 无故连续不出席董事会会议 监事会会议 达三次者一同 董事监事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 得予解聘 一 行为不减或品性不端 致影响本院形象 有确实证据 二 执行工作执行不利 或代乎职责 有具体事实或违反聘约情节重大 三 当届之本院年度绩效评鉴 连续二年未达监督机关锁定标准 四 违反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制情势 有确实证据 五 就主管事件接受官说或请托 或利用职务关系 接受招待或馈赠 致损害公益或本院利益 有确实证据 六 非因职务之需要动用本院财产 有确实证据 七 违反本条例所定利益冲突回避原则 或第十八条第一项特定交易行为 禁止之情势 有确实证据 其他有不适任董事监事职位之行为 前向各款情形监督机关于解聘前 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及生辩之机会 本院董事监事之灵聘解聘补聘之方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监督机关定之 本院制董事长一人由监督机关就董事中提醒行政院院长聘任之 解聘时一同 董事长之聘任解聘补聘之方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监督机关定之 董事长对内重理本院一切事务 对外代表本院 其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 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职权 不能指定时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职权 董事长出任年龄不得于65岁 任其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急更换 但有特殊考量经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线 第十三条 董事会之职权如下 一发展目标及计划之审议 二年度业务计划之审议 三经费之筹募与财产之管理及运用 四年度预算决算及绩效目标之审议 五规章之审议 六自有不动产及无形资产之处分 或其设定负担之审议 七院长之任免 八年度整体多元资金统筹计划之审议 九组织扩编事项之审议 十本条例所定时 应经董事会决议事项之审议 十一其他重大事项之审议 第十四条 董事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 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 由董事长召集并担任主席 董事会会议应有 过半数董事之出席 其出其决议 应有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同意 但前条第一款至第十款之决议 应有董事总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第十五条 监事会之职权如下 一年度业务决算之审核 二业务财务状况之监督 三财务账册文件及财产资料之集合 四其他重大事项之审核或集合 监事单独行使职权 常务监事应代表全体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十六条 董事监事常务监事应亲自出席 列席董事会会议 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出席 第十七条 董事监事应遵守利益冲突回避原则 不得利用职务上之权利 机会或方法 涂抹本人或关系人之利益 其利益冲突回避之范围 或违反时之处置 由监督机关定之 董事监事相互间 不得有配偶及三亲等以内 血亲 阴亲之关系 本条例所生关系人 指配偶或恶亲等以内之亲属 第十八条 董事监事或其关系人 不得与本院为买卖 租赁承拦等交易行为 违反前项规定制 本院受有损害者行为人 应对其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九条 本院之董事长得为专任或兼任 专任者之报酬 由监督机关核定之 兼任者为无几职 本院董事常无监事及监事 均为无几职 第二十条 本院之院长一人 由董事长提醒董事会通过后 聘任之 解聘时 一同 院长受董事会之指挥监督 执行本院业务 并应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十一条 第一项至第四项 第十二条 第四项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项 第三项 第二十二条 第六款 有关董事及董事长之规定 于依前项规定所致院长准用之 第二十一条 本院禁用之人员 依本院人事管理规章办理 不具公务人员身份 其权利义务关系 应于契约中明定 董事监事之配偶 及其三亲等以内 写亲 因亲不得担任本院总务会计 及人事职务 董事长不得禁用其配偶 及三亲等以内写亲 因亲担任本院职务 第三章 业务及监督 第二十二条 监督机关对本院之监督权限如下 一发展目标及计划之核定 二规章 年度业务计划与预算 年度执行成果 及决算报告书之核定或备查 三财产及财务状况之检查 四业务及效之评鉴 五董事监事之临聘解聘及建议 六董事监事于执行业务 违反法令时 而为必要之处分 七本院有违反宪法法律 法律法规命令时 予以撤销 变更废止 限期改善 停止执行或其他处分 八自有不动产及无形资产之处分 或其设定负担之何可 九年度整体多元资金统筹计划之何可 十其他依法律所为之监督 第二十三条 监督机关应邀及有关机关代表 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 办理本院之绩效评鉴 其中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 之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二 且任意性别不得少于总人数三分之一 前项绩效评鉴之方式 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建筑机关定制 绩效评鉴的内容如下 一本院年度执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院业务绩效及目标达成率之评量 三本院年度自筹款比率达成率 四本院经费合拨之建议 五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四条 本院应拟定发展目标及计划 提经董事会通过后 报请监督机关核定 本院应定定年度业务计划及预算 提经董事会通过后 报请监督机关备查 第二十五条 本院于会计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 应将年度执行成果及决算报告书 委托会计师查核签证 提经董事会审议 并经监事会通过后 报请监督机关备查 并送审计机关 前项决算报告书 审计机关得审计之审计结果 得送监督机关或其他相关机关 为必要之处理 第四章 会计及财务 第二十六条 本院之会计年度 应与政府会计年度一致 本院之会计制度 应依行政法人会计制度 设置相关法规订定 本院财务报表 应委请会计师进行查核签证 第二十七条 本院成立年度之政府合拨经费 得由监督机关在原预算范围内调整因应 不受预算法第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三条 规定之限制 第二十八条 本院设立时 应业务有必要使用之公用财产 公有财产 得由政府机关够 采捐赠出租或无偿提供等 使用等方式为之 采捐赠者 不适用预算法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及 国有财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六条下关规定 本院设立后 得因业务需要架构工有不动产 土地之价款 以当其公告土地限制为准 地上建筑改良物资价款 以税捐基金机关提供之当年其 平定限制为准 如该当年其平定限制者 依工有工产管理机关估价结果为准 本院以政府机关合拨经费指定用途 首购置之财产为公有财产 第一项出租无偿提供使用 及前项之公有财产以外 由本院取得之财产为自有财产 第一项无偿提供使用 及第三项之公有财产 由本院登记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 列为本院之收入 不受国有财产法第七条第一项 规定之限制 及管理使用收益等相关实际上之办法 由监督机关定之 公有财产用途废止时 应移交各级政府工产管理机关接管 本院接受捐赠之公有不动产 不需使用时 应归还原捐赠机关不得任意处分 第二十九条 政府机关合拨本院之经费 应依法定预算程序办理 并受审计机关监督 政府机关合拨之经费超过本院 当年度预算收入来源50%者 应有监督机关将本院年度预算书 送立法院审议 本院自主裁员及其运用管理相关事项 由本院订定收支管理规章 报请监督机关备查 第三十条 本院所举借之债务 以具有自偿性质者为限 并应先送监督机关核定 预算执行结果 如有不能自偿之余时 应及检讨提出改善措施 报请监督机关核定 第三十一条 本院之采购作业 应本公开公正之原则 除符合我国地结之条约协定 或政府采购法第四条锁定情形 应依各该规定办理外 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之规定 其采购作业实施规章 应报请监督机关核定 前项一 依政府采购法第四条规定办理之采购 与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院之相关资讯 依政府资讯公开法相关规定公开之 其年度财务报表 年度业务资讯及年度绩效评鉴报告 应主动公开 前项 年度绩效评鉴报告 应由监督机关提交分析报告 送立法院备查 第二十 立法院得要求监督机关首长率同 本院之董事长院长或相关主管 至该院报告营运状况并被询 第五章 负责 第三十三条 对于本院之行政处分不服者 得依数验法制规定 向监督机关提起数验 第三十四条 本院应情势变更或绩效不张 至不能达成设立目的时 由监督机关提请行政院同意后解散之 本院解散时 其人员应终止契约 其剩余财产缴固 其相关债务由监督机关概括承受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 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宣读完毕 好 跟委员会报告 现在条文已经宣读完毕 目前并没有修正动议 那我们先来补充宣告 委员中嘉宾陈学胜 等题书面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 我们现在就进行 这个 这个逐条的讨论 我先跟 这个各位委员说明 那么对于刚才 包括李静雲委员 跟吴志阳委员所提到的 这个现在 教育委员会在审的这个 文创法的这个条文的修正案 跟我们现在在处理的这个 这个讨论事项 那么 刚才跟法治局跟部长商量过 那么也建议啊 这个文化部的这个同仁 在教育委员会 那么提出 呃建议就是在文创法修正的第七条啊 那么把 对于文化内容 那么新增一项 文化内容的定义新增一项 或者 就直接在 文创法里面就直接指定 这个 专责机关的名称 那么但是因为文创法 现在也还在审查 所以如果我们速度比较快 我们会可能说不定先审查完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说明过 我们 即便这个审查完俊 也会直接宣告交付 这个协商 所以我们会尊重 教育文化委员会 对文创法的审查的结果 我们会根据他们 对文创法审查的结果 在协商的时候 做我们条文对应的调整 所以这点请各位放心 好 我现在请问各位对于 草案名称 行政院所送 文化内容测禁院 设置条例草案 请问有没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 版本通过 第一张总则 张明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 提案通过 第一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 提案通过 第二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三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四条 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五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六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七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请看第二张组织 请问张明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八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九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一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二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三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四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五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六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七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八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九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二十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到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1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到行政院提案通过 好我们接下来请看第三章 张明业务及监督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到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2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到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3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到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4条 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到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5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4章张名会计及财务 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6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7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8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29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30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三十一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三十二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五张张明负责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三十三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三十四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三十五条请问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好 跟委员会报告 文化内容测进院设置条例查案 已经处理完毕 本院审查完俊 拟据审查报告 提请院会公爵 本案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召集委员段一康说明 条次引述条文 部分文字及法治用字用语 授权主席及意识人员 整理 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来我们请 34条 有讲由监督机关提请行政院同意解散之 这里到底是监督机关还是主管机关 监督机关 监督机关 监督机关是文化部 监督机关 这条文里面有 行政法人用的是监督机关吗 是 所以这个确定 是 这个如果我们在讨论有语议 我们在这个协商的时候一并处理 好 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现在散会 谢谢大家 跟大家报告 下午两点半 是我们这个下午的会议 加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